笑死了 侯府是疯了 让新娘子跟母鸡拜堂 真是天下奇闻哪 公鸡被程公子换走了 徐婉听得头大 程公子 是他那个素未谋灭的八岁继子 远洋侯府的小霸王 宗锦成 徐婉上辈子忙于加班猝死 刚传来 发现自己是尚书府嫡小姐时 还钻进被窝 疯狂笑了大半个时辰 感叹 终于摆脱社序的悲惨日子 走上杨康大道了 直到 婢女们给他端上了一碟酸果 说那是他的晚饭后 徐婉这刚做了一个时辰的梦 一下碎了个稀巴拉 原主虽是尚书大人的原配所生 但原配 没当个两年就去世了 继时进门后 他自然没什么好果子吃 表面是个嫡出大小姐 私下连婢女都能欺负他 那位面善心狠的继母 要将他打发出去 给了三个代价的名单 让他选 一位是相府庶子 门地虽然高 但堂堂上书嫡小姐 嫁给庶子 会被全京城笑话 另一位是公府狄次子 门地也高 但小妾外食一大堆 嫁他会有戴不完的绿帽子 最后就胜这位富可敌国的远洋侯府 他家的嫡长子宗赵 八年前在战场失踪了 老侯爷前段收到他托梦 想结一门亲事 这才张罗着 要给娶个媳妇进门 宗赵失踪前才十六岁 无妻无妾 只有一个不知道 哪冒出来的儿子 许婉思考了一天 果断选择了侯府 老公没了 银子随便花 还没婢女欺负他 至于那个妓子 一个八岁的臭小子罢了 哪有那么多坏心眼 然而 打脸总是快得像龙卷风 反正只要他不觉得尴尬 尴尬的就是侯府 没关系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任一世风平浪静 任一世花好怨远 就算说忍不了 谁也得跟着忍远 戏婆和管家等人 快速控场 将那只快要下蛋的母鸡 紧急换了只新的大公鸡 一百天地 一串鞭炮声 突然在许婉的头顶炸盖了 天哪 大公鸡身上有鞭炮 我去 又是陈公子干的 他把新娘子的盖头都炸了 许婉脑中那根 崩了一个月的弦 终于断了 什么八岁的小孩子 都是小天使 小王八崽子 老娘今天非要打死你不可 快快快 快拦住新娘子 许婉在被侍卫们拿下之前 已经先一步揪住了 小魔王的头发 松手 不松 老娘今天就算自死一千 要折你八百 分开我 我可是小侯爷的儿子 我还是小侯爷 新过门的媳妇呢 臭小子 论辈分 你还得叫我一声母亲 我才不叫 你这个坏女人 还敢骂我 你头发 别想要了 都站着干什么 还不快将他们两人拉开 踪锦诚 在逃出许婉的魔爪后 又嘚瑟地朝他 吐入吐舌头 许婉也不甘示弱地 扬了扬手中 拽掉浑小子的几根头发 你们都下去吧 我与婉儿有话要说 京城留下 祖父 祖母 我想起 今天的书还没看呢 就先走一步了 你们慢慢说 你都一个月没进书房了 有什么书非要现在看 留下 停着 祖母 京城乖 你祖父有话要跟你说 看混是小魔王吃饼 徐婉 那叫一个开心 宗锦诚更气了 何爷 我看你那个梦 靠谱 也许婉儿 就是赵儿想要的妻子人选 我看也是 锦诚这小子 可是很久没吃过这种饼了 徐婉听不懂他们在打什么哑谜 但直觉告诉他不是什么好事 婉儿 新婚当日便闹出了这般笑话 让你受委屈了 父母 这可是你最喜欢的手镯 他难以置信地盯着徐婉 又想起脑海里有人跟他说过的话 只要祭母嫁进来 你就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徐婉也意识到手腕的珍贵 还没等他拒绝 就见老夫人从袖中掏出了管家钥匙 管家钥匙 自家那个继母可是熬了整整十年 才从他祖母的手里 把管家钥匙拿过来 从此以后在尚书府 作威作福 毫不舒逃 老天爷 他一个刚刚嫁来的新娘子 喜福都还没换下 就能拿到所有人 梦梦以求的管家钥匙 祖母 你怎么可以给他 这管家钥匙 就是给二房的红一娘 也不能给他呀 老侯爷只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八年前 那场大战 让他的长子宗赵失踪 赐子宗艳 战死沙场 老二死前并未成亲 但今年才被发现 他有个外室和一个私生子 但那个外室 沿着出身太过低微 更没有资格拿管家钥匙 锦城 你祖父老了 这个家将来还是要靠你和你父亲 赵儿如今生死不明 你也需要一位母亲照顾 可我不需要母亲 徐婉心里哼了手 哼 我还不想要你这个儿子呢 逆子 从现在起 你便是我侯府 明媒正娶的侯府夫人 这府中的衣食住行 都有你来掌管 看着手中的管家钥匙 一下觉得好沉 整个侯府怎么就背身上了 他不是要当个闲鱼躺平的吗 我没有管家的经验 学学就有了 很容易上手 徐婉思索了几秒 毕竟是侯府大富大贵人家 管家以后他的日子 肯定能过得爽歪歪 好 那我就是 不对 还有没有什么附加条件 徐婉正想硬着 却看见老侯爷笑得嘴角快咧到了耳朵根了 他下意识地觉得有大坑 没有附加条件了 只要你把整个府里的人照顾好 我们没别的要求 整个府里 不会还有他吧 救命啊 这么个小祖宗 打又打不得 这谁带得住啊 锦承这孩子很乖 也很聪明 只要你细心教导 我们相信他将来必然能高中医甲 不仅要照顾好小魔王 还要帮小魔王高中医甲 宗锦承这浑小子 怕是连个秀才都考不上 老夫人请冷静 这钥匙 您还是自己留着吧 我无才无能 管不了整个侯府 更无法承担教育孩子中医甲的重担 开玩笑 这混是魔王的学习重担 不该给夫子背吗 关他一个闲鱼祭母什么事啊 是啊祖母 我也觉得不用他管 我自理能力可强了 哪用得着他教我呀 他看起来才像是没读过书的 我读过的书比你吃过的盐都多 你个九年义务教育都没上过小文盲 我跟侯爷商量了下 每月给你的阅历银 从一百两调到三百两 几碗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锦承若是能中三甲 我跟侯爷便再送你五万两 五万两 他感觉自己现在满脑子都是金钉子疯狂乱砸 若是能中医甲 那就改为十万两 苏母 您是要把整个侯府都送给他吗 锦承 你要知道 你出息了 整个侯府都能跟着沾光 解释 我们也放心将整个侯府交给你 不是吗 对对对 但就是感觉哪里不对劲呢 徐婉一下子就懂了 老夫人这是同时给两个人画大饼 她为钱 她为全 徐婉快速地将老夫人手中的管家钥匙又拿了回去 还故意地在小魔王的眼前晃了一圈 多谢母亲 儿媳领命 老侯爷和老夫人交代一切后 便说要去别庄游玩 整个侯府将由徐婉掌管 夫人 这是府中的账目 记载着侯府今年的全部收支 说话的婢女叫翠芝 生母是老夫人身边的陪嫁丫头 把宗景城房里的账目拿给我看看 张月初一 小公子以人坐船游壶 最后看船好 顺手买了下来 花了二百五十两 这个二百五 买个船花这么多银子 他怎么不把湖买下来呢 张月初二 小公子与人出去放鞭炮 吓坏了隔壁农舍里的三千只鸡 赔了银子一百两 这怎么简直是一活阎王 他对得起那三千只冤死的王鸡吗 张月初三 小公子与人出去 徐婉越听越麻木啊 那混小子每天都要有上百两的支出 对比他那不到一两的私房钱 简直是败家子中的战斗机啊 今日便是张月初八 小公子没出门 对 没出门 开年七天 天天在外面胡混乱花 好不容易待家了一天 就给继母下了个马威 让他这个倒霉的新娘子 盖头被炸了 脸也在全京城丢了个遍 这臭小子现在人在哪儿 老夫人走之前 有没有惩罚他 老夫人向来不舍地罚小公子 师姨 小公子这会儿还好好的在院子里待着 冷静冷静 想想自己的天价工资 一个亿呀 一个亿 教训一个混小子而已 这根本不算什么 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闲鱼继母 而是卷王继母 去把宗锦城叫来 我要驯化 这一个亿的小目标 是要让他考上医甲 想达到这个前提 需要先进书房读书 但他记得 老黄爷说 这混小子都一个月没进过书房了 而且混小子目前对他的敌意还很重 根本不会听他的安排 夫人 小公子不愿意过来 他要准备出去玩 还说 还说您要是一日不离开红府 他就一日不到主院来 呸 呸 爱来不来 老娘还嫌你闹腾呢 夫人 要不要把小公子强行绑回来 还能这样 老夫人走之前 没有交代过 不能伤害他之类的话 老夫人说 认打认骂 让夫人看着来 老夫人竟然这么开明 老夫人跟老侯爷 对小公子一直很宠爱 从小到大 别说是打骂了 就连训斥都没有过 但是 小公子越长大越过分 老夫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这才请夫人帮忙教导 不过 打骂孩子是最差的办法 出去玩是吗 小混蛋 你不是恨吗 那就停了他的所有花销 断了他的银子来源 让他没地方吃 没地方住 没地方胡混乱造 只能乖乖回府来 老娘就要让你明白 你恨的资本 是谁给你的 随便吃 随便喝 接着所有的花销 都有我宗公子包了 锦城就是我最好的兄弟 锦城好爽 人人都知远洋侯府富可敌国 唯一的敌长孙 更是被当成宝一样宠 经常为人一指千金 所以围着他八截的人特别多 等结账的时候 侯府的管家突然来了 跟他的仆人 不知道说了什么话 仆人赶紧把身上的银子 全部都交了出来 刘管家 你什么意思 对不起啊 小公子 夫人有令 要停掉您一切开销 请公子与老奴回府吧 原来是被你那个继母给管住了 侯府小公子想赖账呢 不就是想让我回侯府 听他喧话吗 行 我回去就是了 你快把账先结了 对不起啊 小公子 小人不能违抗主母的命令 这账不能替您结 小魔王着急着 将腰伤的玉佩摘下来 直接扔给了对方 气冲冲的 快步朝侯府方向而去 这样怎么逗逗个夫人呢 孙芝 把院门开着 别一会儿小公子太激动 把门踹坏了 这门看起来好贵呢 是 奴婢这就去开门 他这辈子绝对没丢过那么大的人 现在连祖父祖母都不在 他就找尽机会欺负他 宗锦承卯足了劲 准备一脚踹飞他的大门 可恶 门怎么开着呢 一脚踹空的小魔王 差点一头摔进去 他亮腔了一下 赶紧看看左右没人 这才装作无事的整理衣服 重新气氛的走进去 他不会真以为他看不见别人 别人就没看见他吧 宗锦承一进来 就见喜婉笑得花枝乱颤 满院子前后五六个丫鬟伺候着他 桌上摆着各种好吃好喝的 好不舒服 他又想想自己刚刚的窘境 这样一对比更生气了 把银子还我 你这么生气做什么 一顿饭钱而已 你就算一时没有 你那帮朋友没帮你付吗 你可是没少请他们吃吃喝喝啊 如今让他们回请一顿 又有什么问题 是 他们是没帮我付 但也是因为 今日我说好了要请他们 若是被人传出去 还以为我们红府多么空门 说话不算数 我祖父祖母一辈子的好名声 差点被你给毁了 你小子这么回扣大帽子 万钱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晚了 你害我丢了面子 井水已经犯了河水 无法收场 不可原谅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你应该清楚 老夫人跟我说话时 可没背着你 你配合我好好读书 带你高中医甲 你当你的小侯爷 掌家掌权 我牵牵走人 咱们各取所需 我不喜欢读书 也不会去考什么科举 你跟祖母的约定 那是你们的事 我绝不配合 那可由不得你 刘管家 去把小公子房里贵重的东西都收好 免得他再把府里的好东西 给抵出去 三千两的玉佩啊 就拿出抵了一顿饭钱 浪费啊 浪费 你们这是明抢啊 刘管家 你疯了吗 我才是侯府的狄村 你竟然听这个女人的话来欺负我 我要写信给祖母 但领命的刘管家 头硬的像铁 这个不能办 这是我最喜欢的躺椅 这个枕头不行 你拿走了我枕什么 鞋 鞋 我难不成 还能穷到去卖鞋吗 你们 无耻 小魔王疯狂想阻拦 但跳起来还没他们高 打架又不会武功 只能无用功的上蹿下跳 徐婉过来叫他用晚饭的时候 就见小魔王声音已消喊哑了 我找东西 见人下菜 吃里怕外 我问公子以前 对你们那么好 再往里看去 整个屋子被洗劫一空 轻偏的令人咋舌 徐婉瞪了瞪眼 也没有想到 刘管家做事这么干脆 衣服还要拿走 你们是不是要比本少爷 光着屁股出门 京城小公子 还累了吧 吃点东西 天都黑了 该吃晚饭了 小魔王平时是个很注意 餐桌礼仪的人 但今天气狠了 也累狠了 直接徒手抓起了鸡腿就啃 饭菜呢 都在大堂 你若还想吃别的 过去随意吃 以后一日三餐 都在那边用饭 厨房做什么就吃什么 不能挑食 否则 你就自己解决吃喝 宗锦城骄纵 难伺候 当然也挑食了 小家伙眼珠子 跌溜溜一转 应声道 知道了 徐婉看着床顶 和满室的红 他怕是史上第一个 独守空房的新娘子 今天忙了一天 他快累死了 但从接管家钥匙 再到跟小魔王斗智斗勇 发生了太多事 经历实在是有些扛不住了 一日 夫人饿不饿 要不要奴婢 给您端些粥过来 不用了 我再会 对了 宋锦城呢 那小子 有好好去大堂吃饭吗 有 小公子特别听话的去了 还是夫人有办法 从前老夫人 怎么叫小公子 都不去呢 现在一到饭点了 不用人提醒就来了 翠直的夸奖 听得人很受用 但徐婉却觉得 怎么都不对劲 尤其是昨天离开前 小魔王转了转眼珠子 那眼神 怎么可能这么听话 不对 有诈 翠柳 这沙沙宗锦城 起床之后都去了哪里 见了什么人 干了什么事 夫人是担心小公子 想什么坏点子吗 那小子机灵着呢 以前对付祖父祖母 只要撒娇哭闹就好了 现在换成我这个陌生祭母 只怕会激起 他心底的另一种恶 另一种恶 他觉得这个词 有点严重 自家小公子虽然顽劣 但心性单纯 不会有害人之心 世人心中都会有恶念 区别是 他们心中的底线 有人底线低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有人底线高 有恶念 却没有实施的胆量 小混蛋 那就让我看看 你的底线在哪儿吧 小公子沉湿起床 醒了以后就来用饭 吃完饭就去了马场 夫人 后院出事了 有两个丫头 在换衣房打起来了 夫人 二房的红衣娘 有东西丢失了 说是二爷省钱送给她的 夫人 新朝静府的丫头们 居中玩乐 把火房都给烧着了 果然呢 来了 翠柳 先带人去火房救火 是有轻重缓急 眼下最要紧的是 仙保宅院 夫人 我们这边的事情也要紧 怎么都派人去那边灭火了 不灭火 还等着把整个侯府烧煤吗 此之 把他们两个先压起来 等候发落 夫人为何关押我们 我们是来报信的 何作之友 别碰我 我可是小侯爷房里 伺候过的丫头 你没有谁敢动我 老夫人回来 不会放过你们的 小侯爷就是府里的唯一禁忌 他的东西 侍女 都像宝贝似的 被人供着 因为老夫人经常会 堵物私人 我记得母亲说过 夫君房里没有任何妾室通房 她是个什么等级的丫头 小侯爷房里 一共有两个丫鬟伺候 都是三等 红勺 是在小侯爷失踪后 才被提为二等女使的 如今 被分去了二房院里做事 红勺听完了 脸上更得意了 小公子承诺过 只要他好好地为他做事 就将他从二房院里调出来 做自己院里的一等大丫头 眼前的新夫人 有管家大权又怎么样 小公子 可是未来的小侯爷 新夫人根本不敢动他 老夫人可是 日日都思念小侯爷 若是奴婷受了委屈 老夫人定会伤心难过 红勺的话 故意没说完 却明摆着暗示 老夫人会因此 收回新夫人的掌家大权 那就送去别庄吧 给老夫人 好好地近身赌物 老夫人不在府里 她还能仗着资历横行 若是去了老夫人身边 那岂不是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自己小看了许婉 请夫人收回程庙 老夫人跟老侯爷 正在外面散心呢 奴婢不敢去打扰 去吧 毕竟老夫人 日日都思念小侯爷 离开了你肯定不行 是吧 此之 夫人说的是 来人 派人将红勺 送去别庄 哦 对了 夫君房里还有个丫头 叫什么来着 丽如 哦 行 一并送去 免得那小王八蛋 又窜着另一个侍女 来找她麻烦 喂 喂你个头头王 喂 有没有听见我在叫你啊 这样很没有礼貌好吗 看来是听说那两个丫头被送走 急了 按身份来说 你该叫我一声母亲 纵使你不喜欢我 也该称呼一声夫人 而不是畏畏的喊人 你 你太过分了 那可是我爹爹最喜欢的两个侍女 你竟然给送去了别庄 我夫君总共就那两个侍女 若是真那么好 早就提了二等丫头 还用等我婆婆来提 我爹爹被他们自和惯了 说是爹爹突然回来 用其他的丫鬟不习惯怎么办 嗯 你的意思是 我夫君这八年 没他俩就没法过 哦 说的好像有道理啊 小家伙心里虽然是承认了 但嘴比刚出炉的砖头还硬 那二婶婶房里的东西找到了吗 还有 丫头们打架 侯府从来没发生过这些事 都是你来了以后 管家不利早成的 说明你根本管不了侯府的家 所以呢 本公子听说 你在尚书府没管过家 管不好这偌大的侯府 也很正常 嗯 这样 只要你说一百句认输了 再向我诚恳地忏悔自己的过错 本公子就原谅你之前的所作所为 再去请求祖母 回来帮你收拾烂摊子 哦 我还以为你想说这家我管不了 要你来管呢 啊 真是令人失望 宗锦承 无语 他真恨这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 你还不赶快见后就收 不然 这侯府乱起来 可没法跟我祖母交代 小家伙气鼓鼓地说着话 但在许婉的眼里 特别好笑 跟只笨蛋小青蛙似的 小子 你母亲我呢 这会儿心情还不错 今日 我就教教你 不要小看任何人 啰嗦的女人 傻子才听你说叫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翠芝 告诉小公子 若是老夫人在府中 这两件事该如何处置 你们两个去帮红姨娘找东西 里里外外都查清楚 东西是什么时候丢的 院里婢女们身上是否干净 若是查到哪个 手脚不干净的 直接送官 你们两个 去将打架的丫头名单列出来 不必打骂 也不用发阅礼 叫人牙子来 把人带出去发卖 这种猖狂的婢女 我们红服可用不起 翠芝干脆利落地 交代好两件事 轻飘飘地两句话 就搞定了 小魔王在一旁 看得是目瞪口呆 那些婢女们的所作所为 都是受她示意 然而 现在一批要送官 一批要发卖 你们太过分了 他们不过就是打个架而已 为什么要卖掉 若这些事是你做的 你仗着侯府的纵容 大可拍拍屁股就走 但他们不同 他们没有你的好出身 也没有任何后度 犯了错 就会被侯府赶出去 甚至 送官坐牢 无人庇佑 宗建成 老夫人把你交给我 是不舍得亲自教训你 但也不忍你继续学坏 侯府后宅事务 皆由你祖母掌管 翠洲方才的解决方法 都是你祖母定下的 整个侯府的下人 更是训练有素 大家只是不跟你计较 并不是傻子 而我 更不是 这女人是明摆着告诉她 她有跟祖母一样的能力 却不会像祖母那样惯着她 牛管家 我看锦城身边的仆人有点多了 从六个捡到一个吧 又是窜夺丫头打架 又是丢东西 放火的 人力过于充足 得再折着她的翅膀才行 是 夫人 你 宗建成刚有点羞愧的心思 下一顺就被徐婉给激怒 啪的一下就没了 断了她的银子 还就一个仆人伺候 她是想把她当乞丐一样养吗 五落平阳被拳击 可恶 别以为本公子会跟你求饶 有本事 你就继续这么干 等把我虐待惨了 祖母一定给你算账 咱俩谁也别想好过 锦城啊 怎么这么容易就生气了 你不是还要去马场玩吗 怎么回房了 哦 对了 我记得这马场 好像是不要银子的 可以放心去玩 可恶 这女人就是故意想看她笑话的 说什么不要银子 那马场里都是傅家公子 谁身边不跟个两三个小厮 她要是这会儿就带一个人去 肯定会被笑话死的 歹毒 太歹毒了 你不会幼稚的以为 眼神的杀人吧 那也不让你好过 宗锦城摆好了跟她势不两立的架势 一副休想折断她傲骨的模样 吃 幼稚啊幼稚 宗锦城看着一桌子的菜 也饿了 一手捞了一碗白饭 一手去跟徐碗筷子下面抢食 她家哪块肉 她就去家哪块 她要喝汤 她就掀她一步让人成 一旁的脆枝脆柳 看得都惊呆了 这还是她家那位挑食严重的小祖宗吗 现在为了跟夫人赌气 她连米饭都吃得两大碗了 老夫人您快回来看看哪 小公子她变了 吃饱了吗 宗锦城不理她 只留下了一个过座高冷的背影 赵夫人这么刺激下去 小公子一个月便能长胖三斤 不过也是好事 老夫人一直说她太瘦 那你们说 我要把她喂胖个三十斤 老夫人会不会多给我点奖励 三十斤还是算了吧 画面太美 他们不敢想 宗锦城的进度到哪了 小公子不喜读书 到现在还没有把三字经背下来 嗯 猜过是个小文盲 没想到文盲得这么彻底 寻常孩子七岁起梦 官宦子弟三四岁便起梦 宗锦城这小子 可真是被溺爱的彻底 对了 二房领回来的那个孩子叫什么 他读书是个什么进度 那位小公子叫宗文修 从小住在贫民窟里 年前被接回府里后才有机会启蒙 不过 秀公子聪慧过人 读书又十分刻苦 如今不过半年时间 已经追上世家子弟们的进度了 这真的是活生生的对比啊 小魔王要是这么令人放心 他得每天早起给他烧三柱高香了 到底还是得想办法 让宗锦城进书房读书 夫人 这是明日回门的衣服 您试试合不合身 不错 我试试 我就好奇 小荷叶成亲的时候 只能找一只公鸡拜堂 那侯夫人回门 难道是自己吗 我说也是个心腹啊 这怎么过得好像寡妇一样啊 看似光鲜亮丽 实则寂寞凄凉 哎 侯府夫人三招回门 门前围了不少看热闹的百姓 纷纷等着看心腹的笑话 等等 我也要去 小公子 这是夫人的回门宴 从来只有跟夫君回去的 哪有带孩子回去的 宗锦城还是头一次 见翠柳对他这么不客气 原本想怒声吼回去 但看见许婉那张脸 我还不是看你自己回家 太可怜了 本公子大发慈悲的 陪着你回去 你要是知道错了 就把人和东西都还给本公子 本公子也不是不能考虑给牛台阶下来 小家伙的声音越说越小 这显然是底气不足 自己都没有自信 徐婉看着他摇头晃脑的样子 一张小脸白皙漂亮 长这么好看可爱 这一瞬间 他又一次理解了 侯府对他这么纵容的原因 他不看不就好了 看不见就不会心软 宗锦城好不容易憋了半天的词 没想到他连回都没回 一张脸瞬间变得五颜六色 他正想吼出声呢 你若想来便跟来 不过多伤筷子的事 尚书府还是不缺你那口饭呢 至于想要别的 没可能 小魔王怒火中烧 可恶啊 这个丝毫不留情面的女人 他早晚有一天 要把他狠狠踩在脚下 让他向天大一百声 我错了 出来了出来了 让人让人 别急我 侯府敌长孙也出来了 竟然是跟着侯夫人一起 难道是他要陪心妇回门啊 看来侯夫人不止人美 手段也强 更把这妓子收拾的 服服贴贴的 宗锦城听见这句话 好不容易压下的忍辱负重 一下子压他了理智 胡说八道什么呢 要收拾也是本公子收拾他 婉儿 你可算是回来了 母亲早已经为你备好了酒席 就等着你呢 来人正是他的伪善继母 柳诗 和哀可亲的像个菩萨 母亲安好 老爷在刑部还有事 未曾归来 你妹妹在家等你许久了 说是你再不来啊 就要到侯府接你了 家中有事耽误了一会儿 母亲不要见怪 那哪能啊 你如今是侯府的管家人 母亲为你开心还不够呢 小魔王努力咳了好几声 吓得旁边的马儿都翘蹄子了 这位是 宗锦城 我儿子 宗锦城 听见这句 我儿子 瞬间愣了一下 心里有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 又温暖又舒畅 谁是你儿子 原来是锦城啊 快进来 我让人多备一些糕点过来 你这个年纪啊 都爱吃这些 他说着就要去揉小魔王的头 但被宗锦城很快地躲开 自动离他一米远 柳诗碰了一鼻子灰 心情自然不好 可爱于面子 他还是忍着 姐姐 你尝尝这道菜 是我让小厨房特意给你做的 看着晚上堆起的小山 再想起他从前吃的酸果 心到这母女两人 真是一个比一个会装 我尝尝 三个女人一台戏 唱得热热闹闹 温馨中透露着虚伪 虚伪中透露着搞笑 最后还是宗锦城看不下去了 玩筷子的手 一个没收住力弹了起来 一杆子插在了徐碗里 正中间摆出了上贡的姿势 徐碗 无语 这是直接要把他送上天吗 让你们忽略本公子 反正他也吃饱了 开始搞事情 柳诗知他母子二人有隔阂 故意问 锦城 你这几日跟你的母亲相处的 可还愉快吗 锦城 你这几日跟你的母亲相处的 可还愉快吗 愉快啊 怎么不愉快 我们可从不打架 谁家相处愉快 是看打不打架的呀 这明摆着 就是要跟柳氏告他的状 不打架 你们难道关系差到 要动手的地步了吗 徐莲儿不由的兴灾乐祸 拿了侯府管家权又怎么样啊 还不是被个季子欺负 当然不是了 锦城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定然不跟那些三教九流的地痞一般 每日只会惹是生非 胡言乱语 如此一番话滴水不漏 还趁着学莲儿刚刚的话里外不是人 好似在说宗锦城是个没家教的孩子一样 宗锦城的脸色当即就变了 他恶狠狠地瞪了学莲儿一样 希望他不会说话就少说话 婉儿也是有福气的 不然这老夫人怎么就偏偏地看中你了呢 柳氏皮笑肉不笑的 本想让他过去当个寡妇 谁知道侯府那老婆子瞎了眼 当天就把管家权交了 真的是邪门了 还要多谢母亲的功劳 若不是您吉利 向我说了远洋侯府的好话 还说锦城这孩子多么聪慧 我也不会一门心思就想嫁到侯府来 这才给捡了个大便宜 宗锦城越听越不对劲 原来徐婉能嫁到他家来 全是这个老婆子推来的 可恶 这笔账他记下了 突然躺枪的柳氏满脸问号 他什么时候给徐婉极力推荐侯府了 等等 那臭小子是什么眼神 怎么好像在盯时事仇人一样啊 整个饭厅上 徐婉一句一句地夸着柳氏和徐莲儿 愤怒的小魔王 一会儿瞪瞪这个 一会儿瞪瞪那个 累得两只眼睛通红 既然父亲有事要忙赶不过来 那我便先带着锦城回府了 改热在了看望母亲 好好 我让凌二送送你 该死的臭丫头 她要是再不走 旁边那个一点就着的小炮筒 只怕就要气得掀桌子了 夫人 你可真是太会说话了 奴婢觉得你那个鸡母今晚呢 怕是要被气得睡不着觉了 还有小公子 她简直像是你带去的帮手 专门负责欺那对虚伪的母女 我那鸡母虽然坏 但口齿简单 换个厉害点的就不行了 夫人如此聪慧 从前怎么会被这样的人欺负呢 从前是不想争 觉得当个咸鱼躺着歇歇也挺好的 那如今 如今也不想争 啊 那您今日这是 我这是在气宗锦城呢 不明显吗 很明显 但没想到这么幼稚 宗锦城不是能耐吗 还想找我的麻烦 看看吃别的是谁 小混蛋 你才没教养 你才不懂事 你才热人讨厌 可恶 可恶可恶 果然姓徐的都没一个好人 一个比一个会欺负人 等着吧 当本公子恢复了势力 一定挨个找他们算账 公子不是去给夫人找伴子去了吗 怎么会被徐家人气到了 还不是徐婉 都是他家的人 都是他家的人 不对 他家的人好像不是那个意思 他仔细回想 当时每个人说的话 最后都被徐婉解释了一通 然后他怒火就被点燃了 他觉得是徐家的人在点他 实际上 实际上是徐婉在拿他当枪 我要跟他拼了 小公子 您要找什么 我刀呢 小公子 要刀做什么 咱们院里可从来没有力气啊 找到 老子要跟他痛快欲见 太欺负人了 他活了整整八年 从来没受过这样的窝囊气 小公子三思 您吃了一次饼 再找回来就是了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呢 你想报复办法 要不您去书院读书吧 嗯 宗锦诚瞪着眼睛 劝他说话要慎重 夫人如今有钱有势 咱们硬碰硬打不过他 倒不如以退为进 赞比风吗 等到老夫人回了侯府 您再说回来的事 那我不是上他当了 他就想着让我好好读书 我去了书院 反倒是让他称心如意 小公子只是去书院 那学不学还不是您自己啊 宗锦诚觉得有道理 这计划能行 走 去找那女人 就说本公子要好好读书 江城里书院众多 但最厉害的还是汉林书院 咱们大楚国每一届的状元郎 都是出自这里 这汉林书院呢 分南北两院 南院收有家是有银子的 北院收学师出众的 以咱们侯府的背景 小公子怎么都能进南院 这不是跟现代一样吗 一个重点高中里的生员 一半从各地初中里掐尖 另一半从附近学区房里画片招生 尖子生配的是重点老师 画片生的老师就不一定了 南院学子的知识水平如何 不错呀 都挺不错的 哦 那他们考上一甲的多吗 翠芝沉默了几秒 这一甲总共就三名 每届都是从北院里出 哪里轮得到南院 徐婉看她表情 当即明白了 想完成她的目标 还是得去北院才行 这么想着 宗锦城已经又梦梦实实的闯了进来 怎么了 总小公子 有事求我呀 我要去书院读书 听不清 我说我要去读书 去好好学习 你不是就盼着这点吗 最好痛快地答应她去书院 不然她可真要拔刀闹了 那就去给小公子报名 翰林书院的入学考试吧 翰林书院的入学考试 南院是有背景的能进 需要考试的只有北院 以自家小公子那不分六九的学识水平 让她去北院考试 是打算去职写个名字吗 夫人确定是翰林书院吗 没错 翰林书院是京城最好的书院 也只有她才能配得上 我们红府嫡长孙的身份 宗锦城对书院这些一窍不通 只听徐婉提起她的身份 当即挺直了腰板 算她会说话 还知道她宗小少爷的厉害 是 奴婢这就派人去给小公子报名 翠志临走前送给了宗锦城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 你不会又再给我挖坑吧 那个入学考试是什么 就是测试你的学识 符不符合 翰林书院的招生标准 不打击打击这小子 他就始终不明白自己那二两墨水 也就只能迈进入学考试的门 再多一步都没门 翰林书院的入学考试会考什么内容 有没有他会得斗驱驱 赛马 促驱 总不会一上去就让他墨喜诗词歌赋吧 不至于不至于 据他朋友说 像他这个年纪的小公子 不会被四书五经的大有人在 那些书院到底还是为了赚银子 总不能故意卡个很高的门槛 把他堂堂一个侯府嫡长孙 拒之门外吧 好 考就考 我明天就去 那就去准备吧 是 翰林书院那边有笔墨指摘 奴婢这就去给小公子带着干粮 嗯 干粮 什么干粮 他不就是去搞个事吗 怎么还要备干粮 小公子有所不知 翰林书院是咱们京城最好的书院 坊间更有 进来翰林等于一脚迈进了仕途的说法 是以全大厨的学子都挤破了头 想来这读书呢 而入学考试的卷子 也就比寻常更难一些 要从早做到晚上 得提前备上干粮 以免恶着 不考了 我不去了 开玩笑 就这提亮 他去了不得把面子里子都丢完了 你若是想去书院 那便只能去汉林 至于别处 我不允 你不就是想逼我去读书吗 我早就看穿你了 是啊 那要怎样 看透了 有用吗 能推翻他的霸权主义 翻身做主人吗 可恶 可恶啊 这个坏女人 她到底是倒了几位子的霉运 才碰见这么个人来治她呀 她开始怨祖父 祖母不管她 后来怨她娘不知道哪去了 最后还怨宗赵 怎么还不回家 否则她这堂堂的虎府嫡长孙 怎么会过这么憋屈的日子 小公子 您跑慢点 雨天路滑 小心摔着 奴才手里有伞 宗锦城刚跑出院子 没注意转弯处跪这个人 整个身体直接砸了过去 小魔王皮操肉厚的 摔个跟头 跟没事人似的 他从地上爬起来 这才看清面前的人是谁 宗文修 二房那个竖子 喂 你没事吧 宗文修被撞倒在了地上 半天爬不起来 也没有回应他 你流血了 顺子 顺子 快叫扶椅来给他看看 是是 奴才这就去叫人 你还好吗 佛姨马上来了 他到了声无碍 又重新跪回了原地 下雨了 你还受伤了 跪在这里做什么呀 难道你也被那个女人折磨了 都说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宗锦城一想起 这可能是许婉干的 立马觉得 自己不再是孤立无援的小可怜 他要跟宗文修联手 打败那个 纠战雀巢的坏女人 是我求见夫人 求见许婉 那个女人冷硬心肠 连我都在她那里 接连碰壁 你俩也是白费功夫 不过 你先说说看 说不定 我能帮上你的忙 今日雨下得挺大 你去看看锦城院子的炉火 还够不够 早春天气还冷 别动着那小子了 夫人 萧公子求见 文修 下这么大雨 怎么不让他进来 许婉还没适应 侯府这通报的规矩 古代笛数分明 身为笛子的宗锦城 敢跟他拍桌子瞎嚷嚷 身为树子的宗文修 未经通报 连门都不敢进 快带他进来 宗锦城在门外 难得那么贴心地问了许久 结果 他这个冷冰冰的堂兄 愣是一句话都没说 摆明了是觉得 他解决不了事情 这可把宗锦城给气坏了 给他撑伞的手 啪的扔了 两人索性一起淋雨 翠之一看 就看见了这画面 一个人跪着 一个人坐在跪的人面前 不知道 还以为两人拜堂呢 不是 小公子 修公子 你们怎么也不打个伞 快起来快起来 下这么大的雨 这么临着 肯定会生病的呀 快跟奴婢进去 怎么会临成这样 快准备热水 给他们两个洗洗驱寒 夫人 求您救救我娘 红衣娘不是在西院吗 她出什么事 徐婉嫁来这几日 一直没见过红衣娘 照大楚门 关唤人家的规矩 红衣娘怎么也该主动来见过她 但因着翠之说是 她身体一直孱弱 她便没戏过问 如今再看 难不成是有什么隐情 府一说 我娘已经病入膏肓 没有救治的希望了 但我听说 只要请宫里的御医入府 也是 也是有一些生机的 只要您答应救我母亲 我愿意 用医生来报大夫人 宫里的御医 都是给皇上娘娘看诊的 哪有那么好请 我长大后 都还没有见过太医 更何况只是一个姨娘 徐婉是知道 请御医的流程的 需要以众臣的名义去请 而侯府的众臣 自然是老侯爷 徐婉使了个眼色 翠芝当今明白 宗文修 以为徐婉没有答应她 继续埋头跪在地上 求夫人 别求她了 根本没用 快跟我去洗澡 否则得了风寒治不好 你自己也得病死 我没说不能帮 多谢夫人 怎么回事 这坏女人竟然愿意帮树凶 她她她她 她什么意思 对一个树孙那么好 去欺负她这个嫡长孙 不公平 你有善心帮她 却故意针对我一个人 你就逮住我一个人欺负 没天理啊 小朋友 请你搞搞清楚 从始至终 都是你在耍大少爷脾气 你看看文修 你再看看你 若是你能有人家一半的听话 咱们两个的继母子关系 哪追忆这么僵硬 哼 你方才说 愿意用医生来报答我 医生太长就不用了 我只要你 陪我完成一个小任务就行 夫人尽管吩咐 我要让她 跟着你在府里读书 她想好了 小魔王放外面书院里 她不放心 还是放眼皮子底下更可靠 再加上 有宗文修这样 好读书的铜窗在旁 不只会有正向的帮助 还能避免宗锦诚和其他家小玩酷学坏 我答应 若是只陪人读书 就能换来母亲的平安 那她愿意陪宗锦诚读一辈子的书 哦 请问你们有问过本人的意见吗 她都没有答应 我不读 这事跟我又没关系 你们俩商量的事 要经过当事人同意知道吗 反正我没听见 我不去 我不读 我就要在家里闲鱼探 宗文修 掀起一摆 就要跪下去 这一跪 对着的是宗锦诚 宗锦诚忙往旁边一躲 撞入一个温暖的怀里 丢人 怎么躲她身边去了 男儿膝下有黄金 怎可轻易下跪 可我想让我的母亲活着 她跟宗锦诚这种 从小就没有母亲的人不一样 她自小跟母亲一起生活 又在贫民窟里那种地方相依为命 两人之间的感情比寻常母子更亲近 许是她的这句话太有杀伤力 宗锦诚正了一下 徐丸很快就察觉到了她的意样 继续刺激她 想别的办法吧 宗锦诚这小子 是不会为了你而读书的 我觉得 你把她打断腿更容易点 喂 她什么意思啊 难道在她眼里的自己 就只是个不顾别人死活的自死鬼吗 还打断她的腿 难道她就不能是自愿过去帮人吗 这女人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啊 叫母亲 又不叫 其实她心里是有点发软想答应的 但是看着徐丸那副笃定的模样 她又觉得下不来台阶 僵持在那里自己闹别扭 好了 请成同意了 请太医的是我来安排 快带他们两个去区寒换医 我听说你回府这几个月一直在读书 那些厚厚的书有什么可看的 因为读书可以教人民事理 简是很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就能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想做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但是我娘说 不管做什么的前提 都是我应该具备足够的学识 这样以后可选择的路才能更多 比如我想做官需要先中榜 我若想经商需要知道如何赚钱的途径 宗锦诚听懂了 但觉得对自己没用 若想做官 祖父会给他安排 他若想经商 祖母会给他本钱 铺子 甚至打理的人员 根本不需要读书吗 果然是不适合他思考的话题 在哪读书啊 不会要去红一娘的院子里吧 祖母说 府上有个大书房一直空着没用 便叫我过去读书了 那里的书籍特别丰富 没想到他这个弟弟跟传闻中并不一样 反倒是善良得很别扭 他一定要好好地带弟弟读书 哪怕自己考不中医甲 也要让弟弟考上 好心帮忙的宗锦诚 要是知道宗文修此刻的想法 估计连滚带爬有多远跑多远了 红一娘得的是劳病 平民窟那种地方脏乱差 得劳病的人很多 先前老夫人在府里是怎么不说 因为母亲说 她的命治不好了 与其浪费祖母的精力 不如让祖母愧疚 如此就能将我 将我接到她院里悉心教导 红一娘的算盘打得极好 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 也要为儿子争来前途 只可惜 她的儿子极为孝心 打乱了她的部署 宗锦诚站在旁边若有所思 但有点羡慕这种感情 羡慕宗文修 能有母亲为她筹谋 放心去读书吧 这里我来看着 不会让你母亲有事的 谢谢夫人 少年人最是记恩情 转头看向了宗锦诚 一副死心踏地 带弟弟夺好书的模样 堂兄的眼神好可怕 我好想逃 某些人 该不会想过河拆桥 毁了跟我的约定吧 不过也是 一个八岁孩子而已 说话不算数又怎么样呢 就算我天天喊她是不守信的小王八 她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的 谁不守信了 谁是小王八 当然是谁不守信 谁就是小王八了 读书就读书 说吧 你要让本公子去读多久 这浑小子一脸不愤 又极度地骄傲 直接让他安心读个三年 怕是不会同意 有了 你也不要说我为难你 我呢 就给你定个小小的目标 考个文修就行 她也是刚读书几个月 从小又是在贫民库长大 比你接触的东西少多了 而以成公子你的聪明劲 应该很快就能超过他吧 许婉一通话 明里暗里 把宗锦城夸得心花怒放 嗯 确实是这个道理 最多几个月 他肯定就能超过宗文修 若你能跟上文修的进度 我会将你的银子 仆人 都还你 宗锦城一听就来精神了 立马拍板决定 成交 从今天开始 不要背书了 等我把你的进度超过以后 你再读 老侯爷夫妇听说小魔王愿意读书后 连夜请来了京城里德高望重的夫子 百里希入府授课 这位老夫子也曾是宗赵的私人老师 开课第一天 老夫子就做了个摸底考试 考宗文修的时候 老头子眼睛笑眯眯的 直夸着孩子用功 进度飞快 考宗锦城的时候 老头子眉头的皱纹 差点没夹死十只蚊子 这小魔王句句 答非所问 不仅肚子里没墨水 还非要装作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仅仅受了半天的课 老夫子就想仰天长叹 想当年那些人都项目他交出了宗赵这个文武双全的 双状元朗 让他在京城的名声大噪 结果 现在在他下面那个熊孩子 他真觉得是报应终于来了 这世上根本没有连着来的大好事 吉成啊 你功底太差 那我直击还是要先把基础打好 这几本是老夫为你选的入门书 你这几日将他们先背下来吧 这些你全都背了 嗯 这些书你别看很厚 但内容通俗易懂 很好背 五天就能背完了 哼 你看我信吗 你这几个月背了多少书了 一百多本 其实他实际上背了两百多本 果然 宗景成一听人都麻了 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又上了许晚的贼船 哼 那你现在每天能背多少页的书啊 十 十来页 很好 宗景成是一顺子把门关上 弟弟该不会要对他动手吧 从今天开始 不要背书了 等我把你的进度超过以后 你再读 嗯 很好 霸道无理的跟传闻中一模一样 嗯 那你什么时候能跟上我的进度啊 嗯 一个月吧 宗文修一个数字 要学几个月才会的东西 他最为聪明伶俐的笛子 肯定一个月就能背会了 好 那我等你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除了学习百里夫子教的 我就只复习旧的知识 不学新的 行 算你讲一切 你这兄弟我交定了 哼 你先看看这几本书 里面有几个生僻字不好理解 我可以一句一句的讲给你听 不用了 我只是背会这些玩意儿 能顺利的混过夫子的口温就行 具体的意思 谁爱懂谁懂 他反正不想懂 小魔王的学习之旅是很顺利的 他虽然为人顽劣 但脑子是聪明的 翻开书念上一句原文 再闭上眼就能墨背出来 一字都不差 念一句 背一句 睁开眼 闭上眼 记住了 再记住 宗文修看得叹为观止 背书这种东西啊 怎么会有人背一句就能记下来的 弟弟难道是个绝世天才吗 宗锦诚背的口干舌燥 刚背了几页 就觉得眼泪 嘴泪 心泪 你好厉害 我从未见人背书如此之快 就这速度 别说一个月了 只要他再多努努力 半个月就能追上自己的进度 不想看了 眼睛好累 嗯 宗文修 无语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大爷您才看了不到一刻钟的书啊 这就开始累了 让每天看书六个时辰的他 情何以堪 宗锦诚 想着那些没背的书 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 啊 顺子 你来念书 我不看了 反正念一遍就记住了 听别人念跟自己念 没区别 顺子是徐婉给他留的唯一一个读过书的小思 倒也刚好能帮上小魔王这邪招的忙 于是 被打开新世界大门的宗文修 就见这对主仆开始了邪门背书 顺子念一句 弟弟背一句 他这样竟然也背下来了 宗文修觉得呀 自己需要静静 这样一向坚持勤能捕捉的想法的他 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中 这混小子 一天天静小鸟写招 就知道被养脸书 等客举的时候 在考场上一坐 能把自己名字写出来 都要烧高香 不过 现在也算是进步不小了 小公子从前连书都没背过 就连老侯爷都不知道 他的记性原来这么好 但他这一副偷懒背书的模样 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他能努力多久 他估摸着 自己多背上半个时辰 就不愿意背了 晚点 你去私下告诉顺子一声 就说我看他陪小公子读书辛苦 给他月前 翻上两倍 让他好好试读 若是小公子 追上修公子进读之时 给他月前翻三倍 夫人 您是不是想拉拢顺子跟咱们一些 不用拉拢 那小兔崽子虽然混蛋 但顺子毕竟是陪他长大的人 而我与锦城也并非敌人 我所有的寂寞 都是为了让他好好读书 而不是让他无人可用 无人可信 小孩子的世界 不能那么黑啊 寒来蜀网 秋冬收藏 推卫让骨 有鱼逃堂 有鱼逃堂 鱼也喜欢吃甜的 他又没有长手 怎么讨 天爷 我学的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有时候 给程公子教书真的很无助啊 刚进门的徐婉 听见这句神翻译 脚底打滑 一头撞在了门框上 神哪饶了他的耳朵吧 这都翻译的什么跟什么 有鱼讨堂 亏你想得出来 你怎么不说鱼亲自上岸抓堂呢 小魔王还凶抱拳 一副老子天下第一聪明的模样 鱼怎么可能上岸抓堂呢 你是傻的 本公子可不是 好好好 意识不到自己傻也就算了 还觉得别人都是傻的 顺子 给你家程公子读书时 借得顺口翻译一句 免得他在课上 说出这种解释 能气得百里夫子 吹三天胡子 你是不是看本公子 天赋惊人 马上要赢了 所以存心来阻挠我读书是吧 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是什么意思 知道吗 你现在就长这样 算你识相 还知道自己是小人 我是说君子是我 君子是我 老子刀呢 所以知己有眼力劲的 出来做何事了 陈公子 修公子 这是夫人特意让人 给你们买的七味糕 夫人只是不善言辞 但心里是一直记挂着 两位公子呢 不屑夫人关心 小子 七味糕都不吃了 君子不识 接来之时 刚把七味糕塞嘴里的宗文修 没接呀 真的没接过 文修怎么也在读千字文啊 你不是刚学了蒙球吗 他不能直接戳破两个人之间的私下约定 但也不能任由他耽误宗文修的进度 温 温习 温国而知心 确实是个好习惯 嗯 宗文修胡乱的硬着 只盼他能够尽快地跳出这个话题 哪知事与愿违 我方才看了蒙球这本书 虽说书本是厚了些 但都是一个个会编在一起的历史典故 对你积累学识很有帮助 知识而明鉴 识管而知今 你可要用心体会 千不像个文盲一样胡伦吞枣 有余讨堂 突然被点名的某文盲成 他是以为他听不懂这么明显的指桑骂怀吗 我了解过你的学习能力 一个月内应当就能读完萌球吧 辅导弟弟学习是很辛苦 但自己也要记得好好读书 不能落下了进度 一个月后 我来考察你的学习进展 完蛋 答应弟弟的话 怕是要食言了 悟愤 他一直在学新东西 我怎么可能追得上他的进度 这根本是抢人所难 只说你自己学习 不许文修读书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你以为你在玩课州球剑呢 不 这个炮堂子 脸都要红成烙铁了 不过 许完也不想把他逼死 除了萌球 只要你能赶上文修的进度 咱们的约定 就还算数 许完这话说完 见把弩张的小魔王才摆手 眼见着他离开的背影 伸手朝他的背影挠了几下 一副像隔空挠死他的样子 好了好了 夫人还是很好的 别生气了 我带你读书 你很喜欢那个女人 嗯 宗文修正个片刻 本想点头的 但见弟弟满脸写满了 你敢说我就杀了你的恐怖模样 可能是我见过的人比较少 夫人是除了我母亲外 对我最好的人 不是 也除了你 好在 宗文修最后一句话 补得及时 不然 小魔王又要闹了 他才不是什么好人 你以后离他远一点 哦 时间过得很快 考察这日 许婉特意过来旁听 今日老夫就考你写简单的 你把签字文墨写一遍吧 许婉发誓 他没跟白里希通过气 夫子并不知小魔王只会背书 但不识字 不会写的情况 白里希可能觉得墨写签字文 是非常简单的考题 但其实 让小魔王背 战国策 都会比这个容易 宗锦诚听到考题后 看向了许婉 果然 见他一副等着 看自己好戏的模样 哼 坏女人 你以为你聪明吗 本少爷今天就要逆风翻盘 顺子 打开宴台 正准备像往常一样研磨 谁知 倒进去的水 有一瞬的反光 小魔王坐在座位上 稳得一笔 这研磨了 仿佛有一个世界那么久 研好磨了吗 研好了 研好了 小魔王自信地提笔 沾着墨水 在纸上写字 但每一笔画出来 都模糊不清 甚至还隐约有 消失字的存在 夫子 这宴台好像买的是宴品了 小魔王的脸蛋 一直很有欺骗性 不生气的时候 天真浪漫 老夫子看着他 现在这样 就想起自己的得意门声 宗赵 那便背诵吧 改日再莫写 夫子 是什么蒙蔽了您的双眼 是上一代残留的诗生爱吗 宗锦成站起身谢过 于是开始摇头晃脑的背诵签字文 在白里希越来越满意的笑容中 他还主动提出要被几页战国策 白里希一听 眼里的赞许根本藏不住 对了 这回对了 这才是宗赵的儿子 下一个文明京城的大才子 宗赵 宗赵里你是不是放了什么东西 才会让他的墨水写不出字 放了点猪油 夫人肯定是发现了的 发现就发现了 反正夫子让我过关了 他要是耍赖 就是小狗 没那么简单的 他听说了夫人跟祖母的约定 他是不会轻易放弃 让弟弟读书的 累死本少爷了 可算是结束了这苦日子了 下次再也不当着 见义勇为的好人了 快快快 孙子 把好门 都拿给女人回来 就立马要回我的银子和人 本公子这辈子都不想再背一句说 弟弟不是变好了吗 怎么就突然判若两人呢 是了 差点忘记 弟弟读书并不是自愿的 而是为了自己 眼下已经完成了 跟夫人的约定 那弟弟是不是就要离开书房了 已经习惯了 每天带弟弟读书的宗文修 还有点失落 虽然弟弟每天起得晚 背书不睁眼 早退早睡 怎么回事 他是不是跑路不认账了 这个世界 都过他送夫子们三个来回了 夫人 无论如何 都应循序见进 且莫操之太极 反倒走了偏路 他还以为宗锦城 真把百里夫子给谋混过去了 原来是大智若鱼 多谢夫子指点 到底是交出状元郎的人 心里跟明镜似的 却之 文修一个月的零用钱 有多少 二十两 这么多 嗯 是的 玄长人家 宣传人家数字月银 一般不超过十两 不过修公子在外面 过了九年半的苦日子 老夫人十分心疼 所以在他回府后呢 送了许多的金银绸缎 和昂贵的笔墨 月银也提到了二十两 那他的穿着 怎么还是这么 朴素 修公子 说他穿习惯了 老夫人也就没有勉强 随他去了 对了 翠芝 文修回府后 有再去过贫民窟吗 回去过 修公子每个月 都要过去一趟的 每次去 都会坐一辆极大的马车 不知道里面 装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府里 从来没有丢过东西 修公子一向洁身自好 走 去看看账本 马车里装的是高粮膜 那是馒头里 最便宜的一种 贵人家里 从来没有出现过 因为不好吃 他们似乎明白了 修公子每月都去干什么了 竟是如此 走吧 该去管教熊孩子了 你再不回来 我还以为你要跑路了呢 我跟你说 这次是本公子赢了 你要是不遵守约定 那就是 喂喂喂 你干嘛这副表情 你要做什么 这女神 怎么一副要跟他 秋后算账的模样 徐婉刚知道了 宗文修的秘密 再看宗景成 可真的是 哪儿哪儿都不顺眼 同样是姓宗 这小子怎么就长成 这么一个混世魔王呀 快把本公子的人和银子 都还回来 徐婉侧头示意 夫人 人都抓起了 三得子找的朱瑶 阿昌换的末 是小公子找他们 帮忙做的手脚 宗景成 满脸问号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景成 你是很聪明 但也不要把别人 都当傻子 我们当初的约定是 要你跟上 文修的进度 你如今这样 充其量不过是 在背书上超过 虽然跟目标 仍有不小的差距 但也应该奖励一番 所以我答应了 可以将月圆还给你 按照世家子弟的标准 每月给你二十两银子 二十两 宗景成大约 从没听过这么少的言简 他出去请朋友吃顿饭 都不止这个数 祖母从前 从未管过我的月盐 你现在 给我扣成二十两 还好意思说 是还我银子 怎么好意思的 小鸡仔显然是炸毛了 娃娃开始嚎叫 今晚被他吵得 闹人嗡嗡 想要随意挥霍的银子 就要达到我们的约定 否则就免谈 宗景成气得满脸通红 身体强烈起伏着 许婉的态度很坚决 你说 到底要怎么 才算追上他的进度 不就是写字 有什么难的呀 他有看一遍就会背的能力 自然能看一遍就会写 距离一甲的目标 还那么遥远 他当然不能让宗景成 这么快就掏出来 得让他意识到 读书的重要性 翠柳 马车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嗯 那就出发吧 去哪啊 本公子还要在家背书 可没工夫陪你到处玩 也行啊 那我就只带文修出去吧 反正锦成小公子 也不爱见人 就留在家里好好看门吧 是女人不按套路出牌 她不是一向说一不二的吗 咱们这时候就这么听话了 小魔王连忙给自己找台阶下 不行 我也要去 宗文修没见过世面 又听话好骗 要是你不怀好意的把他卖了 我上哪再去找个陪读的 要是能卖人的话 你一定会是第一个被卖掉的 那当然了 本公子可是千金难买 价值更高 宗文修 无语 你可真会给自己找补啊 就你这肩不能扛 手不能提的废尘呀 被人买去乡下 连偷猪都养不活啊 脱脱浪费粮食的存在 谁要去乡下养猪啊 本公子就算去乡下 那也是要当大少爷 哦 盲目自信 小魔王恼羞成怒 又追上去 继续絮絮叨叨 摆明了一副 要把许婉书服贴的架势 这一路有点远 要是饿了 你就吃点东西 垫垫肚子 谢谢夫人 被忽略的华丽丽的宗锦城 满脸问号 我呢 我呢 我这么大个人呢 他愤怒地瞪着两人 试图引起两人的愧疚之心 奈何许婉压根当他不存在 送完餐盒 就闭上眼假妹 你先吃 哼 不给他吃 谁邪恨呢 吃糕点还换牙呢 不知过了多久 只觉路越来越差 马车也不停地乱晃 碰 碎之 怎么回事 夫人 咱们的马车撞到了一个孩子 什么 快看看他怎么样 伤得重不重 马车前面 导致一个的小男孩 他身上穿着脏兮兮的破衣服 一张脸沾满了血与泥 身板弱的 下游碎掉 却又挣扎着要爬起来 快去 别让他乱动 但那孩子本就着急要起来 听见许婉这话 更加惊慌 使出全身的力气 从地上爬起来 头也不回的 就往小巷跑 这小孩身上都是伤 怎么还这么急着跑啊 莫不是官兵要抓的逃犯 你这个脑袋里 就不能想点好的 是我不想好吗 明明是他表现的一副 做贼心虚的样子 哪有被撞的人逃跑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他撞了我们 那小孩满脸是血 你是怎么看出来 做贼心虚的 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我 我就是看出来了 反正他不正常 无凭无据给人泼脏水 你要是冤枉了 人家怎么说 不可能 本少爷什么人没见过 他要是冤枉的 我宗锦城名字倒着写 那等结果吧 宗锦城和许婉 刚吵完架 谁也不理谁 倒是宗文修 望着外面熟悉的坑洼路 似乎明白 夫人带他们来了哪里 竟是他跟母亲住了九年半的地方 满京城 贵眷无人愿意来的 贫民窟 得快点找到他了 两小孩文言 脚下也加快了速度 朝着里面奔去 跟上他们安中保护 其余的 不要插手 是 终于在一个狭隘的角落里 看到了那孩子 小男孩失血过多 跌倒在了地上 即便如此 他还是努力的 想爬起来 像蜗牛一样 一次次努力 却又一次次 无力的跌落在地上 你伤得很重 不能再乱动了 会很痛的 大夫马上过来了 等他给你看看才起来 哪知 小男孩一听 更加剧烈地挣扎起来 竟将宗文修推翻在地 旁观的小魔王 赶紧上来帮忙 别动 我下手可没凶没中的 锦城 你们怎么打起来了 放开我 我不看大夫 我不看大夫 我吃不起药 我真的吃不起 我家里还有个妹妹 要咬活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犯过我 他在说什么 因为吃不起药 所以才这么拼命地逃跑 明明是受害者 却不愿意赌 他们会愿意负责的可能 死命地逃跑 这到底是经历过 什么样的绝望 都是先皮外伤 上些好点的药就好了 小男孩 文言色索了一下 又挣扎着 不让府衣给他上药 别动 又没让你出钱 这样我们府里都有 小男孩竟第一次没敢反抗 乖乖地被府衣压着治疗 你叫什么名字 经哲 食至经哲 阳气上升 气温回暖 春雷炸动 雨水增多 万物生机盎然 嗯 是个充满希望的好名字 这是一个大哥哥送给我的名字 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只觉得好听 如果知道的话 我肯定不会叫这个 生在这里的小孩 是活不到弱惯的 我配不上这样的好名字 宗文修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非常能够感同身受 而小魔王就比较明显的 毫无代入感了 他随意地插了一局 破了经哲的酸痛文学 取名字当然是越好听越好啊 重名的更是多了去了 什么配不配的 你不想叫经哲 难道还要叫经夏 这个奇葩的脑灰鹿啊 他怎么不让人叫惊恐呢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 这个坏女人 不会是想把我们 扔在这种地方吧 一切小孩 可是钦犯律法的 没有人牙子 会来这里挑孩子的 为什么 因为 脏 京哲没好意思点名 他们这里的小孩 很多都有病 宗锦城看得有点不舒服 因为 除了很多病秧子的老人 妇孺外 也有好多跟他同龄的孩子 却活得像无数个经哲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地方 这么多的贫苦人 他只知道 自己和周围的人 非富极贵 往一下接触到另一个世界 让他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我到家了 谢谢你们今天帮我治伤 郑说着话 箱子里突然传来女孩的哭喊 坏人 你放开我妹妹 宅管家 是你们 锦城公子 您怎么在这种地方 你们来 带他走 别伤着了 我是来送京哲回家的 你们呢 抓他妹妹干什么 夫人 锦城公子 你们有所不知 我们公子啊 想要几个洗脚的小丫头 老奴呢 便想从贫民窟选一些带回去 过好日子 谁承想啊 他们竟是不识好歹 不愿意放人 白费了老奴的一番好意 嗯 这老东西在说什么 你要一个三岁小姑娘 就给宅药当洗脚丫头 这是打算让谁去伺候谁啊 是我家公子 特意嘱咐了 要年纪小一些 从小开始培养的感情 亲厚 与我们府中 不过是多双筷子的事 养几年就大了 宅管家 为什么要来这里挑孩子 听说这里 是连人牙子都不愿意来的 哈哈 人牙子卖的孩子都太大了 我家公子就想养几个小玩意儿 只有这儿好找 您看看 他们家破的 吃不饱穿不暖 若是跟我们回了府 定然不会亏的 宅管家 威远伯府要带走这孩子 可要走正规的生气 哪知一提到生气 宅管家立马就变脸了 即便是贫民窟的孩子被买卖 也都是需要千卖生气 否则那就是强强了 这孩子既然是锦城公子的朋友 那老奴自然不好再勉强 惊扰锦城小公子了 我们府中还有要事 改日咱们再聊 锦城你的面子好大 他二话没说就放人了 那当然了 本公子的面子谁敢不改 不像某些人呢 人家临走都没跟他打招呼 徐婉对小魔王这种 逮到机会就要自夸 顺便踩他一脚的行为 感到十分幼稚 那位宅管家 哪里是给宗锦城面子 只怕这背后有什么 不能被人探究的秘密 翠芝 你去把咱马车上 吃的喝的带过来 还有义务不料累的 对了 马车帘子也扯下来吧 我看这棚子 破的都不挡风了 翠芝很快将东西都抱来 交给两位公子 小丝们在许晚的事宜下 都退得远远的 宗文修从小吃苦 脏活累活 抢在宗锦城面前 宗锦城也撸着袖子 干得比宗文修还起劲 小手吭吃吭吃的 搬着梯子 难道是刚刚 文修的夸奖 给这小子打了几血 夫人 要不咱们明日再派人 给他们画个别的挡风吧 您跟两位公子 待会儿还要坐马车回府呢 这没有帘子 遮挡的马车 会很冷的 没事 大厂裹紧一点就好了 宗锦城从梯子上下来 欣赏自己的杰作 非常满意的 给自己打了个满分 假 一等一的假 这小子真是太自恋了 戏都给你一个人演完了 快端屋里去 他们不合这里的甩 小魔王本想顺口说没关系 结果往那黑乎乎的碗边 瞄了一眼 算了 他还是当好自己 金尊玉贵的小公子吧 家 都闪开 还是这条街上人少 弄多脏都没人管 这汗血宝马跑起来果然快 兄弟们冲了 今天我必须拿第一 又来了 又来了 这些世家子弟 是想着要把我们活活的逼死 谁干的 谁干的 谁的奶奶干的 顺子 拔刀 老子今天要跟他们拼了 真要 你拔那个漆根干嘛 脏死了 好玩嘛 马上就扔掉 看我的 被扔飞的脏乱旗杆 从天而降 不偏不倚的 正插在了 荆泽家的屋顶 只剩啪啪啪一声 小魔王刚亲手 盖上的马车帘子 烂了 完了 弟弟肯定要气死了 这满京城 竟然还有人敢对着 小魔王起脸输出呢 谁干的 谁干的 谁的奶奶干的 顺子 拔刀 老子今天要跟他们拼了 公子 刚刚那好像是 宅耀他们几位公子 又是宅耀 确定是他们 这偌大的京城里 论起最让长辈头疼的贵公子 有四个 排名第一的是 远阳侯府 宗锦城 花钱如流水 导弹败家 当人不让 第二 便是 威远伯府 敌张子 宅耀 打架斗殴 回回都有他 他就是刚刚说 宅管家 刷三岁的 洗脚丫头 跟你并列为 京城四王库之一的 宅耀 谁要跟他一起 当京城四王库 我想起来了 账坊里记载 你曾花两千两 中金买了 四匹汉血宝马 送给了他们三人 不会就是刚刚那几匹吧 怪不得刚刚那马跑得那么快 好马 方才那马竟然是弟弟买来送人的 听说汉血宝马可贵了 可怕 有被顽固的 啊 这是不是就叫做 拿你的碗 砸你的锅 小魔王又被徐婉嘲讽 握紧的拳头 好想砸他头上 但是个子太矮 够不着他 可恶 回家一定要再多吃点饭 不管他 卫兄 我们过去吃饭 这样不好吧 他跑了一天 应该也很累 现在又这么生气 我想去劝劝他 锦承是经常 跟宅药他们混在一起的 前阵子我让管家 断了他的银子后 那几个人 还硬积着他付账 逼得锦承将身上 价值几千两银子的玉佩 抵了那堆饭钱 但事后锦承 也并未跟宅药他们 断绝往来 丝毫没有意识到 自己在别人眼里 只是一个行走的钱庄 几千两 这次的事 也刚好让他亲身体会了一遍 自己辛辛苦苦苦 弄好的东西 被别人随意见他是什么心情 要不然的话 谁也说不准 哪天当街 纵马糊混的几个小顽裤脸 不会有宗锦承的身影 那么今天 就先教他这一课吧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可恶 小魔王本来想找理由 却找宅药算账的 结果算来算去 发现自己也不是啥好东西 宗锦承自闭了 转念一想 那荆蜇他们今晚怎么办 旭晚跟宗文修 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眼见着宗锦承 忽吃忽吃地跑进来 那黑血宝马 我没说送给他们 只是让他们随便玩 马七还在府里 金哲家 要快点给他们凶屋屌 不然晚上冷 会生病 这这这 这还是他们家的小公子吗 他竟然还能担心 别人晚上会不会动的 老侯爷 老夫人 你们快看呐 祖宗显灵了 听到了没有 本公子可不想再说第二遍 要是他敢说没听到 他可就要闹了 夫人已经派人去帮金哲修屋顶了 就是 原来你那几匹马没送出去啊 终于不那么肉痛了 听夫人说 要上千两银子呢 哼 上千两银子算什么大钱呢 咱们府里就银子多 小土包子没见过世面 小土包子 宗文修不是没听过这个称呼 但是从弟弟的嘴里说出来 还有点惯人的样子 大少爷抓起肉包子就开始啃 后院书房 宗文修正安静的默写文章 而他那位大少爷弟弟就不一样了 一本厚厚的书盖在他的脑门上 书脚隐约还湿了一片 显然是正在跟周公畅聊 公子 刘管家将那三匹马要喝来了 宗锦诚被这声吓了一跳 哦 顺子 你大呼小叫干什么 对不起公子 我没看见您在睡觉 以为您在读书呢 不言什么时候回来 不言是他房里被徐婉撤走的五个仆人之一 人狠 活少 武功高 也是他最喜欢的 结果就因为没读过书 跟其他人一起被弄走了 留下的顺子就只会陪他念书 念书念书念书 烦死了 哪个老乌龟发明的念书 快了快了 夫人说 等您将那些书的意思诺明白了 就可以先将不言还回来 月盐也可以给咱们涨到五十两 这点银子够干什么的 我连顿饭钱都付不起 修公子的月盐也跟您一样的 总简称这下可找到了难兄难弟 你也这么惨 不惨 我觉得我挺幸福的 二十两是很大一笔银子 怎么可能 连搜船都买不到 好看的玉佩 好码都买不到 一两银子是一千文 二十两是两万文 粮食是五文一斤 换下就能买四千斤 换成你认识的金哲家 够他们兄妹吃账八年 你口中的这点钱 只需两个月的月钱 就够把他们两个养到成年 成为那里为二长大的人 你在骗我 自己认知里的二十两银子 怎么可能跟正常的差那么远 如果每个人都像侯府那么有钱 那五百两一匹的汉血宝马 为什么宅药他们不自己买 为什么他们三个人 没有一个买得起的 如果连堂堂伯府家的嫡子 都买不起一匹汉血宝马 那外面的普通人 他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生活 这些你都有了解过吗 弟弟并不是坏心思的孩子 他只是生在富贵 长在富贵中的天之骄子 他也不知道 自己在享受着这世上 少有的奢侈人生 徐婉刚到院里 就听见了宗文修 这通换算 这小帮手可真是没找错呀 肯定是你买通了他们骗我 我就知道 肯定是假的 徐婉瞧着脑门 突突跳的小魔王 更觉得开心了 完了 他越来越热衷 看着小魔王生气了 这恶趣味 你得控制 嗯 你要是不相信 就走出侯府去看看吧 看看外面的世道 是什么样的 看看是不是全京城的人 都被我买通了 我当然会去 看我不揭穿你们的谎言 骗子 什么四千斤粮食 要是粮食这么便宜 那为什么我吃一顿饭 要几十两 看这孩子无忧无虑的 老夫人把他疼得跟宝一样 这日子过得 比王孙贵胄都舒服 这样其实也挺好的 一辈子也能过得快快乐乐 这可能就是老侯爷 和老夫人前八年的考量吧 不知道他们如今 为什么又有了改变的想法 午饭时候 小魔王还没回来 许婉招呼宗文修先吃着 我还是再等等弟弟吧 别等了 瞧那小子不服气的样子 非得把几条接关个遍不可 不到傍晚是回不来的 真的不要人跟着去吗 你还担心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差 弟弟毕竟比我小两岁 想太多了 他虽然娇生怪养的 但脸皮厚啊 不然以前怎么老想着折腾别人 说起来 要不是你祖父祖母不同意 那小鬼 还挺适合习武的 肯定皮糙肉厚 奶糙炼 粮食怎么可能真的这么便宜 五文 我这辈子都没听过这么少的银子 那些麻布衣服 怎么可能才十几万 那我穿的衣服 为什么要几十上百两 还有最香楼 顿顿收我几十两的饭钱 他们的鸡 难道不是蛋里孵出来的吗 他们的菜难道不是锅里炒出来的吗 什么地段 京城最繁华的地段 也不过一只烧鸡卖我二两个 一只活鹅才几十文 太坑人了 我都被他们骗了 徐婉坐在院里 悠闲地看画本子 听见这些吐槽 笑得看不进书上的内容 问得怎么样了 外面所有街上的百姓 是不是都被我买通了 这女人太过分了 竟然堵在她院子里嘲笑她 信不信 她马上就离家出走 许婉想 要是再继续嘲笑下去 这小子估计 就要当场爆炸 跟她同归于尽了 有管家已经帮你 把那三匹汗血绑马要回来了 但据说你那几位朋友 反应挺激烈 说你出尔反尔 送出去的东西又要回来 尤其是那个叫宅要的 说你要不上门去跟她道歉 以后朋友就没得做了 呸 不做就不做 谁喜欢跟她做朋友 老子的屋顶修得那么漂亮 她啪的就给我刹烂了 这笔账 我还没有跟她算账呢 还想让我 把五百两的汗血绑马送给她 我脑子被驴子踢了 才会送给她 刘管家 刘管家呢 听着 要是以后宅要再敢来侯府找我 你就给我三棍子打出去 小人保证 以后咱们侯府 连一只姓宅的鸟都飞不进来 谁家鸟有幸啊 你这个笨蛋 晚饭给你放在屋里 今晚不用去前厅了 好好休息吧 喂 怎么了 大少爷 这颜二十两太少了 我要五十两 你都知道外面正常的物价了 怎么还嫌少 那也少 都不够 养两个人都成年 许婉一下就听懂了她的言外之音 这小子想把银子都送给京哲兄妹 好啊 宗锦城眼睛一亮 没想到她竟然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然而 等家交换 你把背下的那些说 做到通其意 写其行 我就念在你发愤图强的份上 每月给你五十两的月银 就她奶奶的知道 没这么便宜的好事 你 你 小魔王痛心棘手地指着她 夜脸被算计得的委屈 用手指人 可是非常不礼貌的 大少爷今天就好好休息吧 明日我让人准备好一本 给你送去书房 按照你的背书习惯 让顺子 一句一句念给你寄 加油哦 嗯 不错不错 非常有天赋 一日一早 宗文修看到那几百本一本 整个人都懵了 这 竟然也能溢出来 编成书 夫人对弟弟好用心 不管宗锦城有没有被感动 反正 宗文修已经替她感动上了 哦 怎么会这么多 不是 只有一百多本吗 难道 是徐婉背着我 偷偷在里面 塞别的书了 好卑鄙 弟弟 你的脑补 倒也不用那么丰富 小公子您误会了 翻译出来的字数 就是要比原书多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 那一个月 好像背不完 可以的 可以背完 弟弟只要努努力 真的可以背完 哦 怎么背 只要你把每天背书的时间 从一个时辰 提到两个时辰 就一定可以背得完 天知道说出这句话的他 心里有多羡慕 弟弟每天只学习一个时辰 就能比他六个时辰 记得还要多 简直是惨绝人寰的打击 我明明每天在书房 待了好几个时辰 你闭着眼背书 每天至少不小心睡着八次 剩下的时间 不是在踢桌子 摔书 就是在扔毛笔 摆弄艳谈 抠桌子脚 你不是在认真读书吗 怎么观察我这么仔细 我也不想啊 你总是打断我学习的思绪 我才停下来去看你的 算来算去 怎么又是自己的错 就好气 人之初 像本善 是这样选吗 一个人字 写了满满半夜 公子 这字需要再小一点 不能占半张纸啊 半张纸怎么了 多买点纸不就好了 他难道这不愿意 给本公子出钱 夫人没有限制纸张的使用 您继续 嗯 不错不错 非常有天赋 嗯 他要早点习惯弟弟 身上这份盲目自信 成就感是给人打鸡血 最快的办法 小魔王越写越自信 提着笔 刷刷刷就开始画 换纸 颜莫 本公子还能再写一答 天呀 这 这都是陈公子写的 当然是我了 帅不帅 帅 非常帅 简直是 帅到天崩地裂 日月无光 神鬼都安然失色 这样帅下去 其他家小公子 肯定被您比得 抬不起头来 陈公子厉害 这天以后 小魔王找到了写字的乐趣 天天就在书房里 话来话去 别管自丑不丑 反正话就完了 而这时 侯府收到了一个邀请函 半个月后 太子妃生辰 邀请各家贵卷进宫庆贺 大人小孩都去 宅药他们也在 学完小 是时候利用他来给宗锦城下单了 要去宫里一整天 我的战国策还没有画完呢 小孩不是可以不去吗 你干嘛非要我去 学习也要循序渐进 劳逸结合 天天宅在书房里 看那么久的书 对眼睛和颈椎伤害很大 我可不像你年纪轻轻 就长成个小驼辈 那样没法给你祖母交代 哼 你也会怕祖母生气 她要是知道你这两个月这么欺负我 肯定要扒了你的皮 做梦去吧 小鬼头 府里发生的事 老夫人哪件不知道 等进了宫 你就跟着我 别乱跑 有我带着你 保证不会出错 某人呢 也是第一次进宫 在皇宫犯错可是很严重的 我看她怎么应对 嗯 我都听你的 学完眼观鼻 别关心 只要她不出风头惹事 那些贵妇们 大多不会找她麻烦 不过 还没等进东宫 三人就被拦下了 宋锦朝 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炸药 你有病吧 挡着我干什么呀 想找茬吗 哼 我就是没想到 堂堂远阳侯府的未来小侯爷 竟然如此抠门 送出去的东西还要收回来 难道你家里 真的就这么穷的 接不开锅了吗 东西是我的 我想送给谁就送谁 想要回来就要回来 契约在我手上 你难道还想抢不成 还接不开锅 也不知道是谁家 接不开锅 你要有钱 你怎么不自己买 天天找我要东要西的 你休不休 你 你要了我的东西也就罢了 转头送给贫民窟里那些下贱的贱民 是什么意思呀 是觉得本公子连那些贱民都不如吗 宗锦成 你侮辱人也要有点限度 骂谁贱民呢 人家有名有姓 他叫金哲 再说了 本公子的东西 想送给谁就送给谁 难道还要经过你同意吗 你又不是我爹 一个侯府的 一个伯府的 这朝起家来 怎么都差一个级别呢 宅家那小娃娃 怎么敢的呀 此言诧异 宅家虽然是个伯府 但他家如今正得圣宠 再看侯府有什么 孤儿寡母的 能掀起什么风浪 虽说宗赵已经消失八年了 但毕竟没有宣告死亡 这人当面说这种话 未必太难听了 你说谁孤儿寡母 我爹还活着 谁许你咒他的 瞧你这孩子 这么激动干什么呀 我就是随便说说 快进去吧 别叫太子和太子妃等级了 别碰我 你这个坏女人 你说什么 大胆 竟敢跟晋国公夫人 如此说话 还不愧认错 叫你坏女人呢 怎么样 晋国公夫人 不跟小孩吵架 她带着怒气 朝许网开炮 这位就是宗赵家的媳妇吧 你房里孩子 教得如此不得体 你这个做母亲的 难道就不管管吗 确实 这孩子教起来 是挺费力的 她就知道 她就知道 这女人 根本不会跟她一起的 然而 还没等小魔王抱走 但这事 确实是您的不对 您胸怀宽广 肯定不会跟小孩子一般见识 这里就有劳您 跟孩子道个歉 你 你说什么 远阳侯府 是带为朝廷尽忠 我夫君的弟弟战死沙场 夫君也在战场中 下落不明 武将们无人不痛惜 就连当今圣上 也总是念叨了他们 若圣上得知 他忠心的臣子被人诅咒 相遍会十分震怒 您说是不是 这帽子扣得大 但荆国公夫人 怎么可能会跟自己 看不上的侯府道歉 荆国公夫人 这是准备逃走吗 放肆 你胆敢侮辱本夫人 太子妃生辰 验上动物 不太好吧 太子殿下到 荆国太子殿下 给太子殿下请安 都免礼吧 怎么回事 都挤在门口 因何时起了争执 让殿下见笑了 我这正要进去呢 宗夫人非拦着 不让我们走 也不知是想 跟我们说什么话呢 不准走 他诅咒我爹 还没有道歉呢 这个孩子是谁 小儿是远阳侯府的 嫡长孙 宗锦成 小孩子说话没有分寸 还望太子殿下见令 宗锦成 原来是你 殿下 这位宗锦成 就是宗赵的儿子 今年刚好八岁 他重重地咬着宗赵 两个字 生怕太子不认识这小孩 不知道 只是他讨厌之人的儿子 谁都知道 宗赵虽然跟太子 从小一起长大 亲密无间 但八年前 两人突然大吵了一架 从此形同陌路 你都长这么大了 你刚出生的时候 我还抱过你 难道 太子跟锦成之间 还有什么渊源吗 世上都知道 这孩子是宗赵的嫡长子 但生母不祥 侯府却坚定地 让锦成上了嫡子的户 他的生母 会不会跟太子有关系 哦 那我不记得你了 没关系 说说看 你这是怎么回事 太子不是跟宗赵绝交了吗 他怎么还跟宗赵的儿子聊上了 太子并未理会 建国公夫人的不满 只专心听宗锦成 将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生而为人 无分贵贱 你既觉得那里的人是贱民 那必是看不上了 来人 去通知魏远伯府 孤药将窄药 送去平民窟养着 让他精神体会体会 他口中贱民的生活 任何人不得安装帮助 我 不要 我不要去贫民窟 太子殿下我错了 求您开恩 饶了我吧 带走 殿下 这里人多口杂 若有事 让他们先进来再说吧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方才金国公夫人 说了句不好听的话 小孩子不懂人情 想要个道歉 那夫人跟他说一声就是了 跟孩子叫什么禁呀 我 他堂堂国公夫人 怎么能跟一个孩子道歉 晋国公夫人 你难道要让殿下和本公 在这里陪你号到天黑吗 切身不敢 切身这就道歉 这就道歉 对不起 我不敢诅咒宗小侯爷 还请宗夫人和宗公子 原谅我的口无遮拦 宗锦称哼了一声 连扭到一边 这可恨的小兔崽子 等他离开了东宫 一定要他好看 好了好了 大家都进去吧 景臣过来跟姑一起坐吧 太子殿下看起来很喜欢弟弟 应该不会有事的吧 他不会有事 有事的会是我们 啊 为什么 这声为什么载他们进去后 立马就明白了 由太子替他们出头过后 一屋子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桂眷们 大量的目光 全落在许婉二人身上 宗夫人 来本宫身边坐 许婉心里叫苦连天 小魔王不管有意还是无意 都在给他制造麻烦 本宫看殿下 挺喜欢你家锦承的 若得空 常来东宫坐坐 多谢娘娘厚爱 锦承性子顽劣 恐进宫烦扰殿下给娘娘 待妾身再好好教养一顿 再送进宫来 行 都依你 本宫看你这继母 做得真是尽责 倒是比很多亲生母亲都上心 那当然了 亲生母亲带孩子 全靠母爱 而我带孩子 是靠那一个亿的大饼 一个亿 白花花的银子 孔子来了都得压着宗锦承 每天学八个时辰 都是受我家婆母所托 切身也不好辜负 他老人家的看重 你家婆母 也是会看人 瞧瞧你把锦承教得多好 将宅家那个顽裤子 数落得回不上话 反应快 品德也极为端正 你说说那些孩子 本宫听说 还有什么四大顽裤排行 上榜的 全是十来岁的小孩子 调皮捣蛋起来 比大人都难管 可没有你家锦承设讯 许婉不语 她生平第一次觉得 如此的一言难尽 太子妃好意夸锦承 但好像拍到马蹄子上了 那个 锦承 好像也在这个榜上 啊 这个榜单是不是有问题啊 里面另外三个孩子 会不会也被冤枉了 还有一个你也见过 就是宅药 世界观突然就被颠覆了 宴会结束后 宗锦承抱着太子送的端宴 乐呆呆地傻笑了一路 徐婉头疼的服额 他的计划 被太子的突然出手给打乱了 那个宅药虽然顽劣 但功课学得很是扎实 学丸本来想利用两人矛盾的加深 刺激小魔王继续读书来着 谁知道 这小子直接被发配贫命哭去了 头痛哦 考什么试啊 我最烦这种东西了 你这时候喊我出来 就是想拖慢我的背书进度吧 齐心歹毒啊 京中 可有让学子们 比试背书的地方 每个学院的月考里 倒是有这项 不过他们都是 自己院子里的学子 互相比的 还有童子科 也是考这些的 但是考得会深一些 那是朝廷用来选拔神童的 那个学院里的月考 锦城和文秀能去参加吗 我可以出树修 让他们入学 考完再退学 当然可以了 学院巴不得只收钱不教孩子呢 只是 书院那边是按年龄分班的 两位公子 一个八岁 一个十岁 会被分到两个班 考试的难度 一个不相同 给他俩报名 两个孩子虽然一个是理解派 一个是死机硬背派 但知识掌握的都非常的扎实 所以 学婉还是特意让翠枝 给他俩找个中上游的书院 这种最适合刷成就感 考什么试啊 我最烦这种东西了 你这时候喊我出来 就是想拖卖我的背书进度吧 齐心歹波 今天考完就给你发月银 你会这么好些 当然 我一直是这么善良的人 清波属院 是那两个人吧 新来的 看起来应该是要去同院的 今天可是月考 他们怎么能这时候来报名入学 这两个人一看就是有钱人 只要树修砸得够多 别说月考 科考当天也有院长亲自接待 果然啊 你看 院长真出来了 看来是真有来头啊 哼 我最看不上这种靠家里的米虫 要不是走运投了考胎 他们连书院大门都考不进来 谁让人家命好呢 就算脑袋空空 也有的是卷子给他们乱画 哪像我们 答题都怕弄脏了试卷 快别说了 那个矮个子的小子看过来了 瞧他那不愤的样子 靠爹还不让人说了 生气什么呀 你们两个 说谁靠爹呢 说你呢 小子 这是月考 你有胆子进去考试吗 别哭着出来说不会答 本公子本来就是来月考的 区区一张试卷 谁不回答了 我想考虑你们 简直轻轻松松 哼 你叫什么名字 串得花里胡哨的 就会放大话 我倒要看看你能考出来个什么 总锦程 你们呢 别等我考完 躲得找不着人 我是吴书森 我叫张志 小子 你考不过我们的 更考不过我们书院的考山秦彦 好 我记住你们了 到时候看谁榜生无名 哼 你别考哭了要退学 总锦程朝他竖起了中指 这个混账 他到底有没有一点文身该有的气节 夫人 方才那两个学子虽然不太懂事 但科也很扎实 每次都能拿到乙 小公子跟他们比试 怕是 没事 我家这小子 科业也不错 侯府的孩子就是优秀啊 是老夫过于担忧了 夫人叫子有方 佩服 佩服啊 反了天的是吧 趁我不再欺负我兄弟啊 对了 方才那两个孩子说的秦彦是什么水平啊 秦彦是我们书院很有名的学子 虽然年纪小 但学习的功课都能掌握 不仅每次都能拿到假 也几乎不会答错题 这就相当于一个满分答卷挂在那里 有这么一个同龄人压在头上 既能让小魔王赢了那两人获得成就感 又能警惕自身的不足 保持继续学习的动力 那就请这位秦彦好好发挥 坐稳他第一的位置 文修 你考得很顺利啊 是全学院第一个做完试卷的人 我也是第一次做正经的试卷 不知道正常的时间该是多久 只听着监考夫子说做完就能出来了 又等了半个时辰 考场里陆续有人走出来 却不见宗锦诚的身影 他有些担忧 锦诚字写得还不太熟练 他也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大的提料 需要多花些时间 宗文修一想也是 这次月考的提贼哪 你那个方大化的弟弟 在里面焦头烂额的考试呢 我看他一会就得急哭了 你们还是做好哄小少爷的准备吧 哈哈 考试比的不是速度 而是对学识的掌握程度 我对我的弟弟非常自信 自信他一定会比你们考得好 写个试卷要花这么久的时间 还不是做不出题的原因 有些人就是嘴硬 不到黄河星不死 实际上肚子里的墨水 没有眼泪多呢吧 你 反了天的是吧 趁我不再欺负我兄弟啊 那两人见他回来 也没精力跟他起争执 冷横一声就走了 哼 等出结果那天 我要你们俩好看 这精神头 他觉得小魔王 还能再去做十张试卷 这破试卷 没完没了 做了几页 还有好几页 写得我手都疼了 是肉酸头 还是筋脉酸糖 都疼 我给你暗暗学的 这个是府一教我的 对缓解酸头会有帮助 好 走了 回府 让府一给你暗 你兄长也刚考了一天的试 让他给你暗胳膊 你良心不会痛吗 要你管 这家伙就是个 得寸进尺的小懒货 经常哄骗宗文修伺候他 然后击负老人家的王八蛋 把公子打死你 宗锦成 你他奶奶的还敢来 老子才要和你拼了 两个小孩扭打在了一起 你也挥我一拳 我挥你一拳 让你动手 还敢打本公子 你知不知道 本公子是全京城战斗力最强的 今天 非走子已满地找牙不可 住手 都给我住手 宗锦成 你再敢动我家公子试试 宗锦成文言 又挥下一拳 我又动了 怎么样啊 京城第一顽固 惹天惹地 无所畏惧 动手 救下公子 不言如同魔戒战神般 亲临战场 一手拎着板凳 劈手而下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脏乱的贫民窟里 安红电影 是不言 他是侯府的不言 以前宗小侯爷的陪练 竟然是他 那可是武装员的陪练 能以依迪摆 上啊 都上 打不过就叫人 去外面叫人 这一次一叫人 过来了黑压压的一片 这还真打算 让不言以依迪摆了 小公子 你往后退一点 虽然不言能打得过他们 但是人太多了 他们要是抽出人手来 冲你来 那奴才拼死也要挡在你面前 你又不会打架 走开 本公子有自保能力 自家小公子人好好啊 他可能是 世上第一个被主子保护的仆人 还没等他动 自家小公子就冲出去 要加入战场 那架势不像是被迫的 更像是主动凑热闹的 小公子 救命啊 谁来救救他家小公子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天上突然飞来离道 淡青色的身影 翠柳 你怎么来了 来人可不就是翠柳 远扬侯府的第一女高手 是夫人 肯定是夫人派来的 这下有救了 公子别怕 夫人也来了 啊 宗景成为延迅速地转头 果然见那狭窄的巷子口 有一抹红衣身影 随后便见他身后冲来无数仆人 那些都是侯府的人 是侯府来帮他们了 这讨厌的身体反应 小魔王本想一觉睡到中午 结果连着两个月早起 生物中都养成了 清晨到点就睡不着了 公子 夫人已经把这个月的月银给咱们了 布言也回来了 这个家没你实在是太苦了 陈公子 您的戏太多了 宗景成好不容易结束这苦逼的读书日子 拿着领回来的五十辆银子 叫上了布言顺子 移到去贫民窟 看清哲 顺便瞧瞧宅药的苦日子 翠芝 那个叫布言的武功如何 布言是从前陪想回爷练武的 武功高强 在京城少有敌手 就他们三个人过去啊 马夫呢 布言会驾车 还真是全能啊 怪不得小魔王天天嚎叫着要人呢 让翠柳暗中跟着他们吧 贫民窟里人缘复杂 若是有人对小魔王起了歪心思 只怕布言一个人也应付不过来 更何况宅药也在那 上次宅府的管家 还在贫民窟抢孩子呢 自从布言回来 顺子比宗景成还开心 保护小公子的是他 驾马车的是他 买东西的是他 扛东西的还是他 休闲到仿佛自己也是个主子 爽 公子到了 屋顶是新修的 门也是新的 原来有没味的褥子被子都换了 还有金哲身上的伤 很快就好了 一宫也不见 你看起来长结实了 全靠陈公子送来的救命银 我跟妹妹才能在这里活下来 以后金哲这条命就是您的了 宗景成头一次被人当成救世主来感谢 心里的成就感无可比拟 跟金哲说话的时候 全程都在哈哈哈哈 短短两个月没见 陈公子竟然这么爱笑了 这你就不懂了吧 全靠夫人教子有方 最近确实听说 有个贵公子被罚进来了 门口有两个侍卫看守着 不让出门 我在家都能听见他的哭声 啊 还哭了 哭得很惨 声音也很大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我妹妹都被吓得睡不着觉 那太造孽了 我去让他晚上哭小点声 挺贴心的 但好像哪里不对劲 滚出去 我摘药就是饿死 也不会吃这种猪食 这个粮食 扔掉太浪费了 吃这个起码 能顶一天不饿 摘药还是饿得太轻 这是什么人 摘药不是自己住这吗 他们把摘药送过来后 住在了赵爷爷家 所以给赵爷爷发了一些粮食 让赵爷爷照顾他 但是 宅药并不吃这里的东西 还经常对赵爷爷又打又骂 他还敢打人 饶是最叛逆的小魔王 也知道尊老爱幼 宅药都敢对老人动手 还没等惊者点头 就进屋里扔出来一个板凳 正砸在赵爷爷钩楼的背上 没有我们侯府的允许 谁敢动锦城 这是第二次了 洗碗又站在他这边 宗锦城心里如万马奔腾 胸中暖夜连连 宗夫人 您家锦城公子突然上门来 殴打我们少爷 这笔账咱们可要好好算算 你还好意思找我们算账 然要这王八蛋 我打他一顿都算轻的 要不是你们拦着 我还能再打一会儿 你 宗夫人 这事你怎么看 现如今我们老爷夫人还不知道 否则这事绝不可能善了 夫人 是翟公子提翻了这位老人家 成公子看不下去 这才出手的 锦城动手或许不理智 但却是你家翟公子有错在先 更何况 他们两个都是八九岁的孩子 孩子之间打打闹闹 实在正常不过 而你宅管家却将事情闹大 以百人之事围攻我们侯府的嫡孙 你又居心何在 宗锦城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 这怎么画到他嘴里全成了宅家的错了 不对 本来就是宅家的错 他说的对 看来宗夫人是故意装傻冲愣了 好 那我们这就回府禀报老爷夫人 让他们到太子殿下面前 评评礼 你们尽管去 但我可要提醒你们好好想想 宅药之所以被殿下处罚的原因是什么 宅药这次被锦城打的原因又是什么 别告状不成 又领了一份打回来 这就不劳夫人操心了 我们宅家自会处理 待公子回府看府意 站住 太子有令 任何人不得带走宅药 宅管家见他们两个人 这时候蹦出来 气得险些吐血三声 你们是负责看着我家公子的 可方才宗锦城将他打成那样 你们为何不出手阻拦呢 太子殿下没笑过这个命令 你 你们 东宫里的侍卫还真是有个性 夫人 宅家老爷夫人果然去东宫告账了 然后呢 然后被太子妃拒绝接见了 太子妃真的很有个性 我看她性格是很温婉的 但每次这种得罪人的角色 都是她来冲当 太子妃的原话是说 太子殿下身体不好 让宅家不要拿这种小事 来烦恼殿下 不过 宅佑真的很欠打 真不愧是你们经常四小顽固呢 有意的小船没超过半天就翻了 直到第二天去清波书院看成绩的时候 小魔王还愤怒地坐马车里邓人 小子 希望待会儿看了成绩 你还能有这个精力瞪我 本公子对自己的实力非常有信心 待会儿肯定让你跟那两人 梳得头都抬不起来 吹牛皮 你好讨厌呢 我们去看成绩 你干了干什么 当然是想当面看到 你牛皮吹破了呀 曾文修实在是没忍住破功 那我可真是谢谢您老对我的关注了 不客气 这是身为母亲的我 应该做的 哼 宗建成哼了一声 一副要离许婉八丈远才好 这次就当做一次目的考试 你虽然每天很努力在学习 但到底时间太短了 所以 就算考不过人家也是正常的 不要觉得上了自尊心 下次再考过来就是了 多谢夫人 文修听进去了 小魔王在旁边 越听越怨呢 他不满地瞪着 把他当空气的两人 原来 你也不是不好说话 就是不对他说而已 好话也是要分人的 有人听了好话 深受鼓舞 努力学习 有人听了好话 盲目自信变得膨胀自大 就开摆了 是吧 锦承大少爷 宗锦承又被贴脸开大 嘴唧的比茶壶还高 清波书院每次月考后 都会模仿科举考试 将学子们的成绩贴出来 只排到前120名 榜单从左至右 左为榜首 右为榜尾 宗文修并不自信 从榜尾开始看的 以 第106名 上榜了 这样也很好了 怎么可能才106名 宗文修在他眼里 虽然没有自己聪明 可爱 记性好 但起码他很努力呀 正常的 我毕竟比你大两岁 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呢 走吧 我们去找找你的成绩 你肯定比我考得更好 说起小魔王的成绩 那他本人就相当自信了 他宗小公子考试 一定是全院第一 榜首第一名 甲 秦夜 又是他 这家伙太猛啊 自从入学以来 就没调到过第二名 第一竟然不是我 宗锦城点着脚往里瞅 只见不止第一不是他 第二也不是他 而是一个叫张智的 怎么会是他 宗锦城猛了 宗文修也猛了 夫人不是说张智每次考试都只是乙吗 他怎么突然上甲了 还排名第二 一百一十九 乙 宗锦城 一百二十 乙 乌书三 怎么会这样 嗯 他怎么才考了个乙 绝对不可能 我们去找夫人 请他帮忙去查 一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找什么找 就是出问题了 这破书院竟然敢把本公子放到倒数的排名 简直是侮辱 可恶 还挂出来给这么多人围观 侮辱加倍 本公子砸了他们 长长的红纸 被火速撕得吸碎 宗锦城将那些碎屑 扔得满地都是 最后气不过 还又踩了猴鸡脚 喂 你们谁啊 为什么把绑蛋撕掉 就是 哪来的混是魔王 请不书院 岂是你撒野的地方 悠悠 这不是前天吹牛的那小子吗 考不过我就开始撕绑他 输不起了吧 我看也是考不过了 恼羞成怒 不然怎么会在书院发疯呢 你说谁考不过你 就你那成绩 咱们可能考到第二名 肯定是作弊 还有你 倒数第一 叫什么呀 你胡说什么 考试的题都是我一道一道答的 倒数第一又怎么了 你个倒数第二 好意思嘲笑我 哼 打个屁 就你们那试卷 简单的要死 要不是你作弊 我怎么可能排名这么低 臭小子 你知道什么是作弊啊 作弊是自己的试卷作假 跟你考这么烂有什么关系 院长 大事不好了 有个学子没考好把榜单给撕了 现在还在砸桌子 许婉不确定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 一听到这么嚣张的学子 立马就想到了小魔王 什么 快跟我说说是什么情况 果然是京城那位恶名昭著的浑室魔王 他就知道让宗锦城进书院会有这一天 但没想到 侯府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换水也拒绝不了 宗公子 可是有什么误会啊 宗锦城哼了一声 还凶抱拳 做派更加嚣张 院长 是他输不起 考了个倒数 就把榜单给撕了 害我们都看不了成绩 不是的夫人 是我怀疑他们的成绩作假 弟弟这才冲动撕了榜单的 成绩作假 这下不用宗文修帮忙解释 许婉也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 别人或许不知道宗锦城的真实水平 但他跟宗文修是知道的 院长 不如还是先查查两个孩子的试卷吧 刚好我也想看 锦城答的怎么样 行 那就跟我一起过来查看试卷吧 文修的试卷答的其实不错 只要做的题都答对了 想来应该是读书进读 还差一些没赶上 是的 还是院长会也如举 锦城的题答的也不错 虽然一文上掌握的还不太好 但字写的非常漂亮 小魔王的字好 这句夸奖 应该就宗锦城本人可以厚脸皮的接受吧 宗文修用眼神是一许晚 看试卷果然有问题 弟弟学习写字的时间太短 就算天赋再怎么高 自己也一直没好看到哪里去 小魔王的试卷被人调换了 夫人 这次张志考了第二名 我觉得不正常 麻烦院长 把张志的试卷也拿出来看一下吧 看 看我的试卷干什么 因为我怀疑 是你偷了锦城的成绩 你们凭什么看我的试卷 那是我的东西 我不允许别人看 月考的笔是书院的 墨是书院的 就连纸都是书院的 院长有权利查看 任何一个孩子的成绩 那 那就只能院长一个人看 可以 文修 你带锦城去那边写几个字 给院长对比自己 宗文修将自己拿过来 院长一看嘴角抽搐 哎呀 字真丑啊 那就请院长 再对比一下锦城 和第二名的试卷笔记吧 干嘛不对比第一名的 我怎么可能是考第二 因为第一名很强 比你强 胡说八道 我要比第一名的 你要个锤子 宗锦城满脸贪号 院长拿出了张智的试卷 一打开 就感觉天灵盖都被这破字给瞅翻了 这份试卷里每句话都是在顶格写 甚至还有想往外面蔓延的架势 但同时 这丑字跟宗锦城方才所写的 确实是相同的笔迹 来人 去把月卷的夫子给我叫过来 院长 对不起 是我见前眼开 那张智 张智昨日偷偷塞了我二两银子 就 就什么就 就为了二两银子 你就敢对宗锦城下手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们清博书院百年的名声 都要毁在你的手上啊 我要查第一名的试卷 你与第一名也有仇怨 不认识他 但他不可能比我考得好 虽然你很强 但你别太自信了 秦也每次考第一 他的成绩不会有假的 那我不管 我就要查他的试卷 院长叹了口气 还是让人找出了秦也的卷子 秦也的字 漂亮得好像印刷体 再看他的墨写和一文 答得都非常好 堪称完美 这是真人写的帽 不会是印上去的吧 院长 看来我家孩子并不服气呢 能否请这位 叫秦也的学子 过来交流一番 锦城想见识见识 第一名的风采 是揭穿 揭穿他在作假 谁要见识他的风采 许婉呵呵一声 白了他一眼 院长也不恼 笑呵呵的让人去喊秦也 这可是他们的镇院之宝 未来稳尽医甲的头号种子 他当然拿得出手 小魔王在院子里等人 屁股像长钉子似的坐不住 我看你精力实在旺盛 去五院好好力气多合适啊 谁要去五院呢 天天在泥坑里滚来滚去 还出一声臭汗 脏死了 我才不喜爱恋武 是是是 累的不干脏的不干 需要坚持的不干 没意思的也不干 反正大少爷您呢 就是啥也不想干呗 他哼了一声 继续朝门口张望 宗夫人久等了 您看 这孩子就是秦燕 那就写吧 我都要看看 这是不是他的字迹 小魔王说话的语气很差 像是质问和怀疑 任谁无缘无故听了 都忍不住生气 哪知秦燕问都没问 提起笔就开始写字 我可以走了吗 夫子刘的课业还没做完 好好 你回去吧 干嘛这么急着走 我们还没看呢 他从院长的手里 接过了宣纸 看到上面的字迹 确实跟试卷上的一致 工整的跟印上去似的 你怎么可能会 抢了我的第一名 因为 第一是我的 任何人都躲不走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百遍也是这样 你靠不过我 侮辱 简直是侮辱 这小子太嚣张了 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什么叫抢不走的第一 谁跟他说第一就是他的了 第一是我的 是我的 这到底是谁给他的自信啊 徐婉也曾经问过小魔王这个问题 但得到的答案是 他不过是盲目自信 毫无事实之称 但是秦燕不一样 他的自信来源于他的强大 你只是读书时间短 起跑线比他晚而已 若是你也跟他学一样的时间 肯定能轻松考过他的 那是 我才学两个月就能考第二 再多学一个月 根本就没他什么事了 徐婉没忍住 失笑了一声 宗锦成却被这笑声 又一次刺痛了脆弱的小心脏 你要笑什么 笑你的自信 太容易找回来了 希望你的实力 能早日改善你的自信 孩子 加油 不就是个第一名吗 本公子就给他抢回来看看 弟弟 你要去哪里 回家 看书 史学纪要 地理智 公子 这真是那个秦燕答出来的吗 这些书 是连修公子这个年纪都没学到的呀 是啊 这就是他答出来的 这个可恶的小子 本公子马上就能把他干趴下 这个字又念什么呀 这小子总算是吃到葫芦吞早的苦了 基础不扎实 又总想着投机取巧 就会导致后面的学习越来越困难 锦成接下来要看哪些书 你都整理一下 给他注上音 这样他自己在看的时候 就认得字的读音了 注音 嗯 很多字都是同一个读音 锦成会读一些简单的字 那些复杂的字 你先按照同音字给他注上 还是夫人厉害 奴才这就去准办 这女人是怎么想到的 难道他真的很聪明 脱胎换骨 脱胎换骨啊 夫子觉得 紧承多久 能追上秦也的进度 这就要看他这股气 能支撑多久了 还是夫子有远见 他就是靠这口气吊着的 非得等到超过了秦也 才罢休 非也 非也 嗯 徐婉疑惑 一个懒散惯了的孩子 只靠这股心气 是支撑不了太久的 他的惰性会逐渐占上风 到时候夫人可就又得忧心了 说得好有道理啊 但实话真的好难听啊 小魔王的努力 来得比徐婉预期中还要猛 坚持了整整一个月 又一次月考的时候到了 宗家两兄弟 有百里席这样的顶级夫子交着 根本不用去清波书院读书 而徐婉一直帮他俩交着述修 就为了保留学位 好让他们能参加书院里 大大小小的考试 时刻检验自己的学习进程 清波书院 今日的学子比往常更多 两人不知道学院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没收到通知吗 这次月考是寺院联考 京城最厉害的三家书院都参加了 那又怎么样 我们考应他不就行了 但我们学院回回都是寺院联考的倒数第一 徐婉给他找的书院这么差 他是不是看不起他 寺院联考是传统吗 既然回回都考不过 为何还跟他们考 而不选一两个稍微弱点的书院 因为我们院长非常喜欢挑战困难 不过今年可不一定 我听说有个叫秦夜的学子特别厉害 院长早就放下大话 要靠秦夜来给我们打一场翻身仗了 在清波书院的学子眼里 秦夜就跟个救世主一样 这让宗锦城十分嫉妒 这次就看我怎么把那个姓秦的小子打败吧 你 没见过 谁啊 不认识 吹牛的吧 先当上榜再说吧 还打败秦夜 放大话的小子 你以为你是秦夜呢 我要跟你们拼了 宗文兄十分惊口 伤怕弟弟在考前再跟人打起来 你别拉我 我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 寺院联考的第一有多强 弟弟吹的牛越来越大了 不是 是越来越有自信了 又疯一个 算了算了 跟一个傻小子有什么可计较的 没关系的弟弟 我相信你 这次越考 你一定能考得很好 走 进考场 狠狠打他们的脸 完了 今年估计又上不了榜了 题太难了 回家继续挑灯夜奴吧 其他人考得惨兮兮的 为宗锦城考完最自信 这种别人都不行 救我能行的感觉 实在太棒了 至于 那个被吹成天才的秦燕 就闪一边去吧 他宗少爷 这次拿定第一了 我的玉佩不见了 啊 在哪丢的 快去带人帮他找找 曾温修着急坏了 自己也跟着返回了书院去找 什么玉佩啊 很贵重吗 今日书院来的外人太多了 估计是找不到了 回去让许瓦再给你买一个呗 是我爹送给我娘的玉佩 当时祖母就是靠着这块玉佩 才发现我们的存在的 我娘把它交给了我 是我没放好它 有没有人看到我的玉佩 它对我很重要 如果有人捡到了 能不能还给我 感谢君是一两银子 按大楚国律法来讲 施物送还时 施主需要与施物四分之一的价钱 作为感谢金 一两银子就是那块玉佩四分之一的价值 来这里读得起书的孩子都不差钱 更不会在意这一两银子 没有人帮宗温修着 苗 对不起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你们去帮他喊 就说感谢金五百两 公子 那块玉佩就只四两银子 您确定要花五百两 帮修公子找回来 东阳 你没看见 他都快哭了吗 可是 您现在只有五十两的四方钱 算他头上 找许晚要 有了宗锦城五百两的感谢金 书院里的学子 就跟疯了一样炸锅 就连教书的夫子 都发疯了 全都开始帮忙找了起来 快快快 去宗文修待过的考场看看 对了 还要去茅房找找 他今天肯定去管 这是在干什么 公子 是侯府的宗文修公子 玉佩丢了 他的地点宗锦城 全上五百两 让大家帮忙找 脑壳有包一样的神操作 又被人耽误了 至少看三页书的时间 找到了 我找到了 五百两是我的了 是我的了 是我的 是我的玉佩 那 那感谢金 可是 五百两 他没有 别慌 咱家有钱 带他回府 让徐婉还 宗大少爷就是豪欠 找个价值四两的玉佩 你花五百两 请全书院的人去找 这座派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王孙贵族 回府出访呢 王孙贵族又没什么钱 只有首富才有钱 再首富 那也是你祖母的娘家 又不是我们宗家 祖母是独女 银子还不都是我们宗家的 我可是宗家的里长算 这钱都是要给我花的 这败家子发言 怎么交了三个月 还是这样 对不起夫人 此事 皆因我而起 这五百两 我会出的 可以从我以后的月银中扣 这件事说起来你并没有错 一两银子的感谢金 是律法规定 但是 那也不能涨到五百两啊 宋锦城 你真的家里钱都是大风挂来的 那反正钱你得出 人家都在外面等着呢 你总不能让我们红府失信于人吧 你搞出来的烂摊子 老娘凭什么给你收拾 谁让你现在是我娘 宋锦城大声吼了出来 吼完两个人都猛了 这好像还是第一次 听见弟弟嘴里说出这个字 不是 我是说 谁让你现在是我名义上的 反正你得拐 小魔王难得的别扭 徐婉被击中了小心脏 这小子 又顶着那张单纯无害的脸 荼毒人 千万不要被小魔王给蛊惑了 但是他叫我娘们 妈的 我爱都要泛滥了 忍住 忍住 此母多败儿 我不管 这个女人 这个可恶的女人 她简直没有心 这样吧 看在你是我儿子的份上 这笔银子 我可以帮你垫付上 之后就从你的月银里扣 你的月银钢 十个月就扣回来了 谁是你儿子 名义上的 宋锦城 接着嘴瞪他 我这里也有一百两 可以先还给夫人 不行 为什么不行 祸是你闯的 凭什么让文修跟你一起承担责任 可我那是为了帮他找玉佩 玉佩的感谢金是一两 文修 这钱确实该你出 是该他出没错 但是一两银子 这还不得气死弟弟 四百九十九两 和五百两有什么区别 怎么没区别了 你忘记你亲自去街上问的 粮食多少钱一斤了 五文 一两银子可购买 哗哗哗 本公司还还不行吗 行 还算你有担当 存了五十两 宋文修出了一两 还差四百四十九两 再还九个月 怎么还要读这么久的书啊 公子 咱们该去书房读书了 别吵 我再睡会儿 都一个月没睡好觉了 可是咱们还得去书房学习呢 您忘记了那剩下的四百四十九两了吗 小魔王翻了个身 显然一副 什么都不管 本公子要睡死过去的架势 近晨午时分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消息 说是十八公主来了 十八公主来我们府上干嘛 十八公主的母妃是宅夫人的姐姐 宅夫人是十八公主的亲姻母啊 是为了宅妖的事来的 快走 要是她真闹起来 我们就去东宫找太子 可是太子身体不好 因为宅夫人一事 去求见了太子的人 都被太子妃拒见了 那怎么能一样 太子最喜欢我 又不喜欢宅家的人 虽然您总是盲目自信 但说的又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 等宗锦城 着急忙慌地赶到前厅时 就见一名娇俏的少女 正跟徐婉哈哈大笑 就趁着担心她的自己像个小丑 你不是说十八公主八成是为了宅妖来找茬的吗 她们在叫什么 十八公主没错啊 但是怎么成这样了 这世界变成了她们不敢想的样子 十八公主赵蓉 最开始确实是为了宅妖而来的 奈何碰上了最懂看人心的徐婉 一眼就明白了十八公主被人当枪使了 于是她便将宅妖一事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赵蓉听到最后直接拍案而起 直夸太子哥哥处罚得好 然后两人就从宅妖聊到了太子 从侯府聊到了宫里 越聊越投机 就聊成姐妹了 嗯 这就是你那个不听话的妓子 困着是不太行 连鞋子都不会穿 衣衫不整 嗯 她恨这种说着坏话不背着人的女人 哟 她还会瞪我 果然是个混色小魔王 难道太子哥哥就喜欢这样的小孩啊 这男的就是心里藏不住室的人的特征 不过我这一趟真不能白来 姨母日日在我的宫中哭诉 说小药最近停停发烧感染 风寒也一直被狱 我也很担心她在平民窟里出了什么事 我明白 过会我就亲自去东宫求见殿下 请她结束对宅妖的惩罚 太子殿下是罚她以后就养在平民窟 干嘛让她回来 她提赵爷爷的样子 难道你忘记了吗 只要有错却罪不至死 那就这么放出来吗 也不知道她改好了没有 要是还那个样子 我可不想她继续害人 那就看太子殿下后续怎么处置她了 我们只管把自己该做的做到位 那你去吧 我可不去 也没指着你去 你平时就是这么教导她的 看起来好累啊 要讲好多的大道理 小孩子的认知还浅显 好好讲讲道理 能听明白的 无论如何 这个人情本公主都记下来了 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 尽管叫人来找我 请成在书房吗 小公子出府玩去了 他去哪里玩了 又去找金哲了吗 去了兵部上书府 何征公子家 何征 好耳熟啊 四小顽固之一 来吧 跟我讲讲这位何征 又是如何混蛋的 自从见识了小魔王和宅耀这两位 他就对四小顽固这个组合 没啥好感 何征 九岁兵部上书第三子 离初 曾因翻上书府的墙 而摔断了胳膊 因翻书院的墙 而第二次摔断了胳膊 因翻练武场的墙 而第三次摔断了胳膊 因翻 停停停 他是个上书府的嫡子 不是武行练杂耍的 这么金贵的身份 天天摔断胳膊 他的胳膊还能要吗 胳膊摔断后 就会变得脆弱 再受刺激 就很容易二次摔断 这是正常的 那他为什么天天翻墙啊 又翻墙痞吗他 何征公子快读书 但是何尚书家世代都是武将 是以他逼着何征公子 弃文从武 那何尚书是个将主吗 儿子不喜欢武 那就让他学文呗 而且说不定何征 也能跟中赵一样 学个文武双状元回来呢 因为何尚书被文官弹劾过 对文官十分的厌恶 还声称这个家里 谁敢偷偷的去文院 就把腿打断 那腿打断了吗 本来是要打断的 何征的母亲扑上去不让打 就还好好的 那锦承 他去尚书府 该不会是要帮何征翻墙吧 翻墙逃跑的何征 险些被打断腿 那陈公子帮他翻墙的话 腿会不会跟着一起被打断 快快快 背马 马上去兵部尚书府 别去晚了 腿保不住了 侯府这是出什么大事了 怎么瞅着跟要逃命的 哎呦 我看啊 像是抓奸去了 不然怎么会把丫鬟 婆子 仆人 婢女 全都带上了呀 那还不得有人摁着 有人无嘴 有人上脚踹吗 抓奸 抓谁的奸呢 远阳侯府的小侯爷 失踪还没回来呢 小侯爷的儿子才八岁 再怎么早熟 也不可能出这种事吧 难道是 老侯爷 老侯爷远在别庄 狠狠地打了个喷嚏 一定是锦承想我了 一下马车 他们就在门外 求见兵部尚书夫人 被侍从领着进院子的路上 翠柳眼尖地看出了某个身影 他赶紧抓住了徐婉 指了指角落的方向 徐婉定睛一看 三魂差点散了两破 记忆一丈高的围墙下面 跟叠罗汉似的 搁着十来个凳子 凳子们在风中摇曳 随时一副要倾倒的样子 而他家小魔王 正扶着另一个小崽子 往罗汉凳上爬 翠柳 快把他们救下来 你谁啊 你放开我 放我下来 赶坏本公子的好事 你是不是想被我打断腿啊 你们真不愧是亲父子啊 恐吓人都用的同一句话 不言 把锦束带回来 不言是听话的 小魔王在的时候 听小魔王的 徐婉在的时候 听徐婉的 不言 你要造反吗 我才是你的主子 你干什么听他的 别拉我 我自己会走 张公子又想三强跑了 快 快去通知夫人 劳烦给你家尚书夫人说一声 请冲家里还有文章要写 改日再来找你们公子玩 我都考完试了 哪里还有什么文章要写 别走 锦诚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们都和我作对 你得帮我啊 本来都快成功了的 两人活活像是被长辈拆散的一对怨偶 在这里上演生死离别 快拉走 快拉走 再往和尚说 叫出来打断他俩的腿了 殊不知 徐婉这样说话 看起来更像是有坚强似的 金城 胡忠 俩小鬼哭天喊地 但架不住徐婉的狠辣无情 那个小畜生在哪儿 和尚说还真懒了 好狂暴的声音 听起来像是会家暴的那种父亲 宗谨诚用力正开顺子的前置 扭头又往回跑 金城快回来 这是别人的家务事 你是不是也想被打断腿啊 那是我兄弟 我要不回去 他一定会被打死的 改不改 改不改 还敢不敢再偷偷翻墙出去读书了 不敢 死也不敢 你就是打死我 我也要读书 我就是不要虚书 宗谨诚赶到的时候 正听见了这句话 眼前还是他那个天天想翻墙的兄弟 但和尚身上宁死不屈的精神 却震撼到他了 即使是有那么一个不讲理的父亲 他也还是那么勇敢而坚定地说出自己的喜爱 六鸟 豆猫 豆蛐蛐 醋蛐 哪个他都挺喜欢的 但你要说 让他为了这份喜欢 天天翻墙摔断胳膊 为父亲打得浑身是血 那他的喜欢就没那么喜欢了 降种啊 两个都是降种 你降你的 他降他的 谁也不听谁的 何征是著名的四小顽固之一 这小子要是教育不好 长大了 绝对是会暴打老子的存在 打 给我狠狠地打 打到他府为止 这种不孝子 老子就是养条狗都比他听话 尚书大人且慢 何征小公子好像被腾晕过去了 你是什么人 老爷 这位是远洋侯府小侯爷的夫人 原来是远洋侯府的宗夫人 来人 给夫人和公子看多 犬子顽劣忤逆 缺乏教训 刚好请两位看看 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丢人 唉 你这父亲当的可真是歹毒啊 故意把孩子的面子往地上摩擦 对比之下 他觉得自己对宗锦城的教育 真是温柔的不能再温柔了 尚书大人 何苦对个小孩子要求这么严格 若他喜欢读书 便让他去读便可 我夫君也曾中文武双状元 并未耽搁了习武的进程 对啊 我爹学习可厉害了 宗赵 何尚书也很欣赏宗赵的武功 但学识就算了吧 但当着人家夫人和儿子的面 何尚书没好意思说出 他对宗赵读书的不屑 老爷 真儿 天哪 你怎么被打成这样了 哪个天上的对你下的手 来人 快去请府衣过来 宗夫人 方才多谢你开口阻拦 否则 真儿不知道 又要多爱上几板子了 应该的 何正小公子和他父亲这种相处模式是有问题的 夫人还是尽早想想破局的办法吧 妹妹啊 我有个不情之情 这场景太像当初老夫人把小魔王托付给他的模样 夫人请讲 我家老爷对远洋侯补是极为喜欢的 也想让真儿跟你家孩子一起习武 我想着俩孩子在一起玩着玩着 说不定就对习武感兴趣了 不知道能不能让他跟景成搭个伴 不瞒夫人 景成其实没有习武 难道是景成也不爱习武 爱读书 他爱读书个鬼 他啥都不爱学 就爱玩 是老侯爷不允许 我家二叔战死 我夫君也失踪多年 老人家年纪大了 承受不了孙儿在出世的打击 所以 若是我家老爷能懂 何至于跟正儿闹成这样 妹妹 我觉得正儿还是去你家跟景成一起玩比较好 也省得他天天在翻墙跑出去 景成还要在家读书 要是何正也跟着一起读 你家老爷会发疯的 景成在读书 是啊 景成近日对读书也来了兴趣 日日在家苦读 每个月还要去书院参加月考 追赶前面成绩更好的通窗 他喜欢读书个鬼啊 我不会再去读书了 一夜都不会再读 什么追赶通窗 他们还用我追赶吗 全是手下败将 寺院连考的成绩还没出 你可能连榜单都上不了 盲目自信的小鬼 不可能 这次寺院连考的第一名肯定是我 一定是我 肯定不是你 只那个秦夜你就考不过 胡说 我这次肯定能把秦夜踢下去 哦 哼 没希望的 我劝你从现在就挑灯夜读 别等到过几天没考过 再去学习 白白浪费了几天的追赶时间 不可能 我不学 我根本不需要再学 他宗大少爷怎么可能会输给别人 还是输给那个没一点礼貌 冷冰冰 没有人情味的秦夜 不可能 他绝不可能输的 小公子这么早就起 嗯 睡不着 出去逛逛 此时的侯府也黑暗无比 只一处有亮光 那是 是修公子的房间 他应当是已经起床在读书了 书呆子 就会读书 清晨的小贩们 推着车 陆陆续续的忙碌着摆摊子 没人注意到 哪家小公子这么早就跑出来完了 他们都有自己努力的目标 嗯 有目标 看起来好有趣 可以朝着那个目标去做事 嗯 不言应声 努力当个能聊天的属下 那我的目标是什么 不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没有夫人那么能说会道 更没有顺子那样 会对症下药的安慰小公子 小魔王转身 看见了一家府邸的牌匾 秦府 说起宗锦城最讨厌的人里 许婉要说牌第一 那第二的 就一定是那姓秦的 秦夜这小子真懒 这个点了 都没起床读书 公子 今天是休息日 那又怎么样 宗文修都起床读书了 就秦夜还在赖处 就他还想跟本公子争第一 等不了多久 就要被人踩踩踩踩踩踩 不言无语 看不懂这幼稚的操作 公子 我看见秦府 我看见秦府有个方向 是静着的 哪儿 他二话不说的 就将小魔王抱了起来 拖到他自己的肩上 小魔王趴着墙头往里瞅 是秦夜 还真是他 秦夜不知道有没有认识宗锦诚 但见窗外有打扰他读书的人后 当啪唧的一声把窗户关上了 秦夜都已经是第一了 还敢什么进度 肯定是觉得第一 要被我给抢走了 所以才开始拼死拼活地追赶我 不言无语 他突然就想起了顺子的名言 小公子的话 千万别当真 千万别细骗 可他是怎么知道我会超过他的 难道上次他就看出 我有超过他的前置了 还是他又偷偷来侯府 调查过我这个月在努力读书 不言越听越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觉得这些可能都不太可能 反正不管怎么说 他都有在关注我 正常 换谁碰见了我这么一个优秀的对手 都会有危机感的 不言无语 怎么还没到家呀 回侯府的路怎么感觉远的没有尽头 他半夜不睡觉又搞什么 小公子就去街上转了转 然后又路过了秦府 听说还趴在人家墙头上看了一会儿 秦也家 他趴人家墙头干什么 听顺子说 小公子是觉得秦也在偷偷学习 为的就是要追赶成公子 又是被小魔王迷之自信 无语道的一天 要我说 人家现在可能都不知道 他宗锦城是哪号人物 自恋的小鬼 夫人 那您看咱们要不要给秦府 发封邀请函呢 邀请秦也公子来咱们府里 陪小公子读一天的书 你想让秦也拒绝邀请 让锦城知道人家压根不认识他吗 夫人好像很喜欢秦家这位小公子 努力的孩子 谁会不喜欢呢 也是 夫人对修公子也很喜欢 其实我也很喜欢锦城的 但是要压制住对他的喜欢呢 不然让这小子感觉到了 还不要得意的翻了天呢